这期继续讲《战神》第三十篇,李东的表情很认真。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做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呢?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此时的心情到底有多么澎湃。 林宇柔也忍不住咬着红唇,心情紧张而害羞。 这并不是李东第一次碰他的身子,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却是第一次。 只不过,林宇柔有些疑惑,这家伙,怎么看起来这么严肃? 难道他真的是在认真帮自己量腿长? 四扎。 这时,李东已经量过林宇柔的膝盖位置了,并且,还要继续往上的样子。 林宇柔娇躊躯一阵,忽然有些后悔了。 哎呀,自己怎么会同意让他测量呀? 他想抽回自己的腿,可是李东的手似乎不肯放开啊。 李东,林宇柔赶紧喊道。 怎么了? 李东立刻停了下来,抬起头一脸疑惑。 你数到第几扎了? 林宇柔想说别量了,但道口的话,却变成了这句。 你一问,我给忘了。 李东直勾勾地盯着林宇柔,要不,我再重新量一次,林宇柔脸色更红了。 他正要说话,但李东却猛地一下子把他拉了过来,同时弯腰,封住了他的嘴唇。 嗯,林宇柔顿时瞪圆了眼睛,轰得一下,脑袋一片空白。 他现在对李东,感情已经非常深厚了,潜意识里,早就已经将李东当作自己的男人来看待的。 所以,经过短暂的震惊,他紧绷的身体,很快就松弛了下来。 并且,开始回应了。 他开始动情了。 李东心中大喜,正想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但就在这时,咚咚咚,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 听到敲门声,林宇柔顿时回过神来,急忙推开了李东,将自己缩回了池子里,只露出半个脑袋,一脸紧张。 什么事?林宇柔问道。 李东抬头看了一眼,顿时有些恼火。 曹,是他嘛,这个时候来打扰自己的好事? 自从从盛海回来,李东已经很久没有跟林宇柔这么亲密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能跟林宇柔更加亲密,狗日的谁来打扰了自己的好事? 没事,你安心泡温泉,我去看看。 李东眼里压制着怒火,轻声道。 林宇柔点了点头,脸上的飞红依旧没有散去。 不可否认,他刚刚真的动情了,如果不是这突然的敲门声,估计他要被李东欺负得够呛。 虽然不会发生那种事情,但该有的欺负,还是要有的。 娇羞的同时,林宇柔的心中还有一点小失落,女人的心思,真的捉摸不透。 李东披着浴巾走过去打开了门。 发现大头站在外面,顿时皱起了眉头,怎么了? 按照李东对大头的了解,没有很重要的事情,他不会无缘无故来打扰自己的。 有人找你? 大头闷声道。 哪里? 外面。 让他等一下。 李东说着,重新关上门。 大头点了点头,转身离开。 李东走回去,将衣服穿上,一边对林宇柔道,外面有人找我,我出去看看,你先在这里泡着,等会儿我就回来。 嗯,林宇柔乖巧点头。 穿上衣服之后,李东推门走了出去。 李先生,李先生。 李东刚走出去,一个穿着西装革履,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快步跑了过来。 你是? 李东打量着对方。 他确定,自己并不认识这个家伙,甚至在他的印象中,他们都不曾见过面。 男人赶紧伸手到口袋里,摸出了名片夹,抽出一张名片,递给李东。 李东接过看了看,顿时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老板想请你过去谈一谈。 男人赶紧道。 说话的时候,指着不远处坐在一张太阳伞下的一个人。 在官场上,不少秘书都习惯性称呼自己的上司为老板。 因为这样,可以方便在外面掩饰身份。 比如电视剧里面,皇帝微服私访,都让身边的人称呼他为老板。 显然,这个人说的老板,就是不远处的那个人了。 那行吧? 李东点了点头。 李先生请。 中年男人见状一喜,连忙指引着李东朝着那个人走去。 李东走到不远处,太阳伞那个人的对面,直接坐了下来。 也是这时,李东才看到那个人的样子,中年模样,面相颇有威严。 李先生,你好。 那个中年男人原本微微闭着眼睛,感觉到有人来了。 顿时睁开眼睛,看到李东,对李东伸出手。 你好。 李东伸手,跟他握了一下。 久闻李先生少年英雄,今日难得一见,名不虚传。 这人即便称赞别人的时候,也板着一张脸,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不舒服感。 当然,李东并不在意这些。 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们太不上有什么交情,我的时间很宝贵,你的时间也很宝贵,所以,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吧。 李东淡淡道。 在他看来,与其花费时间跟这个老东西在这里聊天,还不如回去跟林语柔一起泡温泉呢。 跟自己的女人一起泡温泉,不香吗? 听到李东的话,男人愣了一下,很多年了,没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 行,那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 中年男人点了点头,我叫韩潇,全子韩丽。 你就是那个姓韩的父亲? 李东故意装作很惊讶地问道。 其实,刚才通过那个秘书的名片,他就已经猜到这个人的身份了。 是我。 韩潇缓缓点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全子与林语柔小姐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 我知道,林氏集团实际上是李先生在当家做主的。 我希望李先生能跟林语柔小姐说上几句好话,话干戈为玉帛。 没等他说完,李东直接挥手打断了他。 你儿子不仅仅是跟林语柔发生了不愉快,我也跟他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李东淡淡道,还有,这种不愉快并不小他逼我卖掉林氏集团名下的美容粉公司。 我让他把你给卖了,现在看来,他也没有同意。 韩潇的额头上,轻轻直跳,有种想要将这个家伙丢进和李喂鱼的冲动。 可恶。 太可恶了。 这个人,竟然敢这样,对自己说话。 自从他爬上了这个位置之后,哪个人见了自己,不是摆出一副尊敬顺从的嘴脸。 就算是自己的上司,以及自己的对手,在提到自己的时候, 也不得不在韩潇这两个字的后面,加上同志。 这个年轻人,凭什么这样,跟自己说话? 凭什么? 就凭他是林氏集团的幕后老板。 韩潇是酒精大场面的人,氧气功夫是很强的。 所以,他很快就平息了自己内心的怒火与暴力之气。 他目光带着威慑意味,看着李东,李先生,我知道,这中间的确是存在一些误会。 犬子所做的事情,也确实伤害到了你们的感情,到时候,我会摆酒设宴,让犬子亲自过来,给你们道歉。 摆酒设宴,酒钱谁来给?道歉,一句话而已,嘴上说着对不起,心里却在骂娘,这有什么意义? 李东不屑道,再说了,道歉这种东西,好像也不值钱吧? 你刚刚说的这些,前者是用工价的钱,后者不值钱,这样的道歉很没有诚意啊。 那你想要什么? 韩潇皱起了眉头,问道,应该是问你能够赔偿我什么才对吧? 李东反驳道,第一,是你儿子狐假虎威,打着你的虎皮逼迫我们出售名下的公司。 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我们的身心,损害了我们公司的利益。 可是据我所知,你当初已经把他打伤了。 韩潇皱赶紧道,那是因为他欠揍。 我还要不要接着说下去,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我还要回去泡温泉呢。 李东耸了耸肩膀,说出你的条件。 韩潇冷冷道,他还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人。 说话这么直白,根本就不给面子。 这种人,他很不喜欢,但是没办法,他就算不喜欢,也要跟对方谈判。 因为这关系到自己儿子的前程。 我刚才已经说了第一条,你儿子的做法严重让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李东淡淡道,第二,他故意让要监局抽查我们的产品,并且故意散播我们的产品有质量问题,让我们的产品狂降一半的销量。 你知道,我们每天的收入是多少钱吗?你知道这几天50%的损失有多大吗? 还有,我们的公司形象,也因此受到了玷污,产品的美誉度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需要维护公司形象,重新塑造产品的美誉度,你知道这些又要多少钱吗? 你开个价吧。 韩潇声音沉重地道。 他既然已经选择坐在了这里,这样的结果,早就提前想过了。 对方,无非就是想要赔偿而已。 但,李东却看着他,不耐烦地道。 开个价,开什么价,我算过了,就算你是要监局的一把手,以你每个月的薪水,赚一辈子都赔不起,如果你赔得起,那就证明你贪污。 李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 站在旁边的那个秘书,终于听不下去了,忍不住怒声道,你知道吗? 就凭你刚才这句公鸡侮辱的话,我们就有办法让你坐牢。 你要是不让我坐牢你就是我孙子。 李东冷笑道,但说完他心里有些后悔,立刻改口,不是我孙子,你如果不让我去坐牢,你就是我家小区隔壁大妈养的那条哈士奇的孙子。 他才不要这么老的孙子呢? 在他看来,要是自己孙子跟这小子一样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东西,干脆把他弄死算了。 他堂堂战神,后代可没有这样的为种。 你,那个秘书气得要死,脸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 但是,他却无可奈何。 因为,他的确没有办法让李东去坐牢,至少现在不能。 寒潇的双手交叉在了一起,手指轻轻地敲打手背,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梁九,他才开口道,李先生,我承认,你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但是,我不认为把这件事情闹大对你而言会有什么好处。 对你更没有好处。 对,我承认,如果记者调查到了犬子的身份,他很有可能去坐牢。 韩潇点头道,而我的名誉,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可是,你们得到的好处,并不多。 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李东笑着道,只要自己不吃亏,又能让仇人倒霉,这种事情,他很乐意的。 这不够。 韩潇点头道,你可以模糊这份录音的内容,我找个人过来顶罪,关面上的事情我来处理,只要给那些记者跟民众一个交代就好了,至于真相是什么,他们没有必要知道。 只要我儿子没事,我的名誉不受印象。 看到李东没说话,他继续道,或许,我没有办法赔偿你的经济损失,但是,林氏集团属于要监局的管辖范围,也就是我的在管。 以后,只要是涉及到林氏集团的一切大小事务,我一律开绿灯,而且,所有的政策支持,我都会向林氏集团倾泻,这样,间接的补偿就足够弥补你们的损失了。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愿意用官方的名义来帮你们恢复名誉。 李东认真点了点头。 说得不错,这的确是很不错的建议,考虑得很周到啊,难怪你儿子不肯把你给卖了。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好爹,我也不卖。 李先生,我是很认真在跟你洽谈,也请你认真一点。 韩潇压抑着怒火道。 好吧。 李东笑了笑,认真道,我还是不答应。 韩潇额头上的青筋再次狠狠地跳了跳,沉生问道,你认为,这样的条件还不够优惠? 很优惠。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 怎么,你想知道啊? 是,我很想知道,非常迫切。 李东想了想,开口道,也没有什么,我就是不想答应你。 你耍我。 韩潇脸色越加阴沉,死死盯着李东,难道,你真的要跟我拼个鱼死网破? 鱼呢,绝对是死定了。 李东收敛了笑容,认真道,但是网,却一定不会破,不信,你试试。 开玩笑。 他堂堂东方战神,要是能被这么一个小杂毛给威胁到,那李东也不用混了。 在李东的眼中,这位要监局的领导,真的跟一般的小杂毛没什么区别。 还想威胁他。 李东要是怕,他就不是战神了。 可以说,当今东方世界,能威胁他的,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那些人当中,绝对不包括韩潇。 年轻人,你以为,你是林氏集团的幕后老板这个身份,就真的可以让你肆无忌惮了吗? 你以为有这一层身份,就真的没人动得了你。 威胁这种幼稚的话就不用说了,有什么真本事,大可以亮出来。 李东无所谓道,但结局一定会是你后悔。 韩潇深深吸了口气,你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很危险的吗? 如果真的有人找你麻烦的话。 我不在乎。 李东淡淡道,我更在乎的是,让欺负我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样,以后别人欺负我的时候,就会很慎重了。 韩潇点了点头。 他直勾勾地看着李东,这个男人,真的如传闻中那样难以对付啊。 李先生,你还是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吧,或许,你可以回去跟其他人商量一下。 比如,那个聪明的李宇柔小姐。 李东摇了摇头。 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当然,像你这种人也不会明白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跟你儿子不死不休吗? 为什么? 这也是韩潇想不明白的事情。 我们不怕竞争对手,但是我们怕你儿子这样的养奴。 李东脸色严肃,冷冷道,如果我们公司败在了跟解保公司的正当竞争上,我们心服口服。 可是,如果败在了自己人的阴谋陷害下,我们一百个不服。 你们这些人的权利是谁赋予的,是我们。 可是,你儿子却拿着这种权利来帮助国外的公司,来欺负打压我们。 这种行为,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最重要的,他威胁我的女人,就这一点,我就要跟他不死不休。 真诚的肺腑之言啊。 韩潇感叹道。 当然。 李东耸了耸肩,所以我不可能放过他的,你还是不要浪费心机了。 你还年轻,不知道屈服跟妥协。 韩潇直视着李东,忽然笑了起来,以后,必将受挫惨死是吗? 那我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李东点了点头。 这种威胁,或许对别人有用,但对李东来说,就是在开玩笑。 好了,不跟你们扯淡了,老子要去泡温泉了,要不要我请你们也泡一下? 李东看向韩潇,笑着道,这里的服务还是挺不错的。 多谢,用不着。 韩潇站了起来,直接招呼了秘书,朝着外面走去。 一直来到外面的一辆奥迪车上,秘书才开口问道,老板,接下来怎么办? 剩下这么一个愚蠢的儿子,碰上这么一个难缠的对手,我能怎么办? 韩潇揉捏了一下额头,很是无奈道。 他想了想,最后开口,走,回省城,我要去拜访一下大领导。 等韩潇走后,李东迫不及待地朝着包间走去。 刚才他给林宇柔用手测量他的腿长,可还没有完呢? 当然要接着测量了。 但是,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大头却闪身出来,用手臂拦着李东。 大哥,你不能进去。 李东诧异地看着大头,为什么? 林宇柔在里面泡温泉,他不能进去,那谁能进去? 里面有人。 我当然知道有人啊,宇柔在里面啊,你赶紧让开,小心老子抽你啊。 李东扬怒道。 这闷头小子竟然敢拦着自己不让进,林宇柔给他的勇气吗? 大哥,你还是不要进去了,里面不只有林总,还有沈小姐他们也在的。 大头闷声道。 话落,李东身体微微一僵。 他机械地转过身,什么? 沈云他们在里面,既然是他们,那自然是除了沈云之外, 他的经纪人清洁也在了。 李东万万没想到,被那个含笑叫去谈判了一会儿,里面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 是。 大头点头,刚进去的,林总还说让我不要让你进去,让你去其他地方跑,他要跟沈小姐他们聊天。 李东满腔的热情,就像是被一盆冷水,直接被浇灭了。 既然林宇柔跟沈云他们在里面,李东一个大男人,自然不好进去了。 他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门口,只好转身离开。 这时,包间里面,水雾缭绕,三个女人正围在一起,叽叽喳喳。 从盛海一别至今,林宇柔跟沈云已经半个多月没见面了。 此时一见面,就要说不完的话。 清姐泡在旁边,听着两人唠嗑,时不时地插嘴几句,气氛其乐融融。 聊着聊着,话题就被转移到了美容粉事件上来了。 那个姓韩的,真不是个东西,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要是在以前革命的时候,他就是汉奸。 沈云一脸不念。 没事。 林宇柔一摆手,笑着道,他的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这一次他应该要身败名裂了。 那样最好。 沈云恶狠狠地道,这种人,就应该给他一个一生难忘的教训,否则的话,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坑死呢。 沈云吃过太多那些豪门公子,或者官二代的亏了对于那些仗势欺人的狗东西,他是一点好感都没有的。 在他们聊着这件事情的时候,网络上、电视上,以及各大电台,出现了一则火爆的新闻。 这则新闻,自然是有关于林氏集团遭遇阴谋陷害的事情了。 林氏集团遭陷害,原来是国际巨头恶意收购。 千房万房,家贼难防,林氏集团显丧自己人之首。 录音门揭露惊天阴谋,林氏集团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竟是神秘人物背后操纵。 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标题,一篇篇深度的报道,一句句讽刺,一字字直戳人心。 美女老总林宇柔本来就是一个很能吸引观众眼球的素材点,在点缀上阴谋、陷害、录音门、神秘官员等字眼,一下子就引爆了网络。 无数网民都在关注。 关注那个幕后黑手的身份,何时暴露。 省城,办公室里,大领导一直在埋头品茶,也不开口说话。 这种安静的气氛,已经足足持续十几分钟了。 在大领导的对面,坐着一个面向颇具威严的中年男人。 但这个中年男人,在大领导的面前,还是非常拘谨的。 他正是在乌山温泉跟李东交谈过的含笑。 领导,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误会啊,是解保大中华区的经理洪先生带队过来收购林氏集团的,我儿子只是被他们叫上一起,所以才会去林氏集团找林宇柔小姐商谈收购的事情。 韩潇看到省城大领导一直都不开口说话,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 大领导看都不看他一眼,依旧还在喝茶。 无奈,韩潇继续道,我儿子说的那番话,的确是有些不妥当,但也只是年轻人的一些气话而已,当不得真的。 我知道,李先生曾经跟大领导您见过面,以您的身份,只要出面当这个合适佬,他肯定会愿意罢休的。 你找李先生谈过了吗?大领导忽然问道。 谈过了。 韩潇点了点头。 这种事,他没必要藏着掖着,也骗不了别人。 说不定他约见李东的事情,早就被有心人看在眼里了。 那他是怎么说的?大领导问道。 他还有些生气。 韩潇道,不过,这也是正常的事情,年轻人嘛,谁没有一点脾气? 哈哈,我准备在酒店预定一桌酒席,让犬子过去给他们赔个不是,到时候,希望大领导帮忙过来做个见证。 他这一招,走的是曲线救国的招数。 他认为,李东就算在硬气,但面对省城的大领导,怎么这也应该给几分面子吧? 俗话说,男人手短吃人嘴软,到时候,只要他们吃了饭,喝了酒,再让自己儿子道个歉。 那个李东就算再生气,也没用了吧。 可是,世界上有些事情,总是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那就是说,李先生不答应了。 大领导面无表情。 从他的脸上,你看不到丝毫的情绪波动。 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愿意帮这个忙,还是根本就不愿意当这个说客。 可能他还没有转过弯吧。 韩潇笑呵呵地道,有大领导出马,自然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 大领导终于抬起头来了,目光落在韩潇的脸上,眼神灼灼。 这件事情,李先生的态度是关键,他同意讲和,那就一切相安无事。 如果他不愿意就此罢休,那就必然要得到一个结果才行。 我也知道有些困难,所以才厚着脸皮,求到老领导的面前吗? 韩潇笑着道,你知道李先生的真正身份吗? 大领导问道,林氏集团的幕后老板啊。 韩潇下意识回答,但接着心里咯噔了一下。 如果只是单纯的林氏集团老板身份,压根就不值得大领导这么问啊。 难不成,那个李东,还有另外一层自己不知道的身份。 他之前并没有让人去调查过李东,只是从他儿子韩潇的口中得知李东是林氏集团老板的身份而已。 当然了,他就算去调查,也查不到李东的真正身份,因为他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如果只是单纯的商人就好了。 大领导叹了口气道,你知道何坤是怎么下台的吗? 韩潇又是一愣,何坤,这个名字,他当然熟悉。 因为这是省城的上一任二领导啊。 说起那位二领导,就不得不说他背后支持的家族了,隔壁天南省的左家。 但,前一段时间,左家败落,二领导何坤被爆出一连串的黑历史,直接下台。 不知道。 韩潇摇头。 何坤下台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下台的原因大家也知道,但到底是谁让他下台的,大家就不知道了。 那种内部,整个领导层,恐怕也只有大领导跟寥寥数人知道而已。 像韩潇这种级别的,还是没资格知晓。 他得罪了李先生。 大领导淡淡道。 他很想将李东的真实身份告诉韩潇的,让他不要自己找死。 但李东曾经警告过他们这些领导层,让他们不得将自己的战神身份告诉任何人,否则要以叛国罪论处的。 领导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韩潇笑着道。 这话他就认为,大领导是在开玩笑。 怎么可能吗? 何坤以前好歹也是省城的二把手,怎么可能因为得罪了李东就下台了? 开玩笑。 我没跟你开玩笑。 大领导摆了摆手,实话告诉你吧,李先生的身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 如果乔八还没有死,在李先生的面前,都要恭敬三分听到这话,韩潇心中一惊,脸色终于变了。 他没有想到,那个年纪轻轻的家伙,竟然真的有大来头,早知道是这样,就应该换一种洽谈方式了。 看来,还是低估了那小子的实力。 领导,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啊,还请领导帮个忙。 韩潇赶紧道。 他已经听出来了,大领导似乎并不太想帮他,这可不行啊。 韩潇同志,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还是要坦白告诉你,这个合适劳,我不会去做的。 大领导直接了当地道,我说的话,在他面前也不管用,你要是真的想解决这件事情, 最好直接带着你的儿子去拜访李先生,争取获得他的原谅。 他当然不可能帮这个忙。 开玩笑,这玩意要是惹怒了战神阁下,他这个省城大领导,可就真的做到头了呀。 以战神的能耐,要让他挪一下屁股,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轻易做到的。 听到大领导的话,韩潇心中暗恨。 但他还是很客气地道,好,我明白领导的意思了,领导公务繁忙,我就不打扰了。 大领导点了点头,并没有起来相送的意思。 老板!等韩潇走了,大领导的秘书走了过来,将大领导的杯子蓄上茶水。 把韩潇的资料整理出来,送来我这里。 大领导端起杯子抿了一口,淡淡道。 是!秘书点了点头。 他知道,大领导这是要让韩潇挪窝了。 韩潇的儿子当着林宇柔说出那样的一番蠢话,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了。 前面的几次成功,让他变得自大,骄傲不可一世。 而他能够成功,必然是跟他父亲的权势脱离不了关系的。 这个时候动韩潇,恰到火后,名正言顺,而且不会有丝毫的阻力。 韩家! 韩力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脸胶着。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他已经没有了丝毫玩耍的心态了。 因为事情太严重了。 现在网络上,处处都在报道这件事情,他已经出名了。 但记者还没有挖到他的真正身份,当然,韩力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 而一旦记者真的挖出了他的身份,那么,他就真的是要身败名裂了。 他现在不敢轻易外出,因为出了这件事情,父亲的政敌都在盯着他,只要再走错半步,他不但要完蛋,连带着他的父亲,也要跟着玩玩。 所以,韩力只能待在家里,哪里也不敢去。 他现在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父亲的身上,也知道只有父亲才能救得了他。 咔嚓! 终于,在韩力胶着的等待中,韩肖回来了。 看到父亲回来,韩力赶紧迎了上去。 爸,怎么样,怎么样了? 能找的人都找了,没用。 韩肖一脸丧气地道。 这时他坐上这个位置至今,第一次动用人脉,却没人愿意帮他什么,他们都不愿意帮忙。 韩力生气道,平时也没少得咱们家的孝敬啊。 混账! 韩肖终于憋不住了,怒骂道,如果不是你这么愚蠢,被人录了音,事情哪里会这么难办? 现在人家手头上有你的关键证据,谁还愿意站出来帮你说话? 到时候,一旦媒体把你给爆料出来,谁身上不沾一身屎? 谁知道那个女人那么阴险? 韩力咬牙切齿道,不是别人阴险,是你太愚蠢。 韩肖大声骂道,连那个女人的背景身份都没有调查清楚,你就眼巴巴地从国外跑回来收购人家,现在落得这样的下场,我是没有办法了,你自己想办法收拾这个烂摊子吧。 爸,你要救我呀,我不想坐牢。 韩力慌了,着急道。 他还年轻,有大把的前途,有大把的女人等着他去宠幸,他怎么能去坐牢呢? 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韩肖无力地坐在沙发上,缓缓道。 什么? 韩力脸色一洗,赶紧问道。 我送你去自首。 韩肖沉声道。 什么? 韩力脸色一遍,爸,那样的话,我会坐牢的。 但是却可以保住我的位置。 韩肖语重心长地道,我送你去自首,外面的人就会认为我处事公正,大义灭亲,即便有人想要动我,也不得不再慎重考虑。 什么?有人想动你?韩力疑惑问道。 是啊,大领导已经提议把我调到其他部门了,具体的位置还没有安排,不过,我可能要坐冷板凳了。 韩肖叹了口气,先架空了再说,这是他们一贯的手法, 他们一定怀疑我参与了你之前做的那些事情。 这个老匹夫。 韩力气得握紧拳头,咬牙切齿,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找他们算账的。 儿子,你去自首吧,只要我的位置保住了,我们的人脉就还在,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捞出来的。 韩肖劝道。 爸,可是我真的不想坐牢啊,我也不能坐牢啊。 韩力倔强地摇头,如果你不去坐牢,我们就全完了,再也没有了任何翻盘的机会。 韩肖叹了口气,如果我去自首,我就死定了。 韩力连连摇头,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查我,把我做过的事情都全部查出来的。 你做的事情我都做到啊,盼不了几年的。 韩肖道。 韩力脑袋垂下来,又小声地说了几件极为隐秘的事情。 听他说完,韩肖的脸色一片死灰。 他目瞪口呆,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道,没办法了,你快跑路吧。 林家。 泡了小半天的温泉,浑身舒坦无比的李东,吃过晚饭之后,就摊在沙发上,不想动摊了。 他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摊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着动画片小猪佩奇。 林国栋吃过饭之后上书房了,刘静在厨房,林宇柔则是坐在李东身边,拿着手机再刷着帖子,网络上几乎九成九的网民,都支持林氏集团讨回公道。 并且已经开始有网友在人肉含力了。 毕竟,那种出卖民族企业利益的汉奸,大家都唾弃他,大家都很想知道,那个幕后人,到底是谁? 那个家伙,真的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吗? 看着网络上支持林氏集团的话,林宇柔心情很好,但一想到那个家伙嚣张的样子,林宇柔还是有些担心。 对方有一个好爹,他怕对方动用人脉,强行将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打压下去。 那样的话,虽然林氏集团依然可以受益,但林宇柔却不乐意接受那样的结局。 在他看来,坏人,就不能有好下场。 放心吧,他该受到的制裁,是跑不掉的,有我在,没人能帮得了他。 李东轻笑道,那个家伙的父亲,充其量只是要监局的一位领导而已。 他已经明显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想必省城的那位大领导是不敢出面的。 不然的话,惹怒了李东,李东并不介意让省城真的换一位大领导的。 只要省城的大领导不出面,就没人敢帮含笑父子。 唯一要防备的,就是防止他们跑路。 叮铃铃。 这时,李东的电话响了。 李东拿起来,接通了。 大哥,如你所料,老鼠出动了。 对面传来了大头的声音。 那就,收网吧,李东淡淡道。 是。 跑。 拼了命地跑。 韩丽已经打电话预定了一个小时之后飞往西方国家的机票。 只要上了飞机,他就得救了。 现在他的身份还没有曝光,哪怕他现在被无数人盯着。 但,只要他的父亲还身居高位,想要办一张到国外的机票,实在是太简单不过了。 此时,韩丽正在开车,拼了命地开车。 他已经快要将油门踩到底了,车子发出愤怒的咆哮,一次次地加速,一次次地将前面的车子超越。 韩丽感受到危险正在朝着他逼近,每停留在这块土地上一秒,他就多一分危险。 李东、林宇柔,你们这两个婊子,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们的,我一定会让你们不得好死。 韩丽声嘶力竭地喊道。 可是,在这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没有人听得到他的怒吼声。 只有当两辆车穿棱而过时,对面的司机会看到他扭曲正拧的面孔。 韩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如同丧家之犬那么狼狈。 同时,搜搜。 大头的双手快速转动着方向盘,他所驾驶的这辆车子,并不是经常开着的那辆劳斯莱斯,而是一辆寻常的。 奥迪A4。 这辆车虽然动力上比不上对方的奔驰车,但是,大头驾驶着这辆车在公路上,却非常灵活。 凭借着技术,不断地超越一辆又一辆的车子,将它们远远地甩在后面。 或者后面的司机在咒骂,但是谁在乎呢? 很快,大头的视线终于开阔了起来,他看到,前面有辆奔驰轿车正如同一条疯狗一样狂奔着。 而那辆车,正是他的目标。 大头猛地踩下油门,车子像是被人从后面踹了一脚似的,猛地抬头了一下,跑得更快了。 他要将前面的那辆车拦截下来,赶在对方到达机场之前。 前面的车子,显然发现了后面的一样,也开始加速了。 这个时候,车子的性能就发挥到了极致,那辆奔驰车的提速能力,明显要比大头开着的这辆奥迪强很多。 但,大头的驾驶技术,却明显要比含力的好很多。 它躲避障碍物的能力,以及超车弧度所使用的时间,是明显要胜于含力的。 于是双方的距离,正在一点点拉近。 眼看着两辆快速行驶的车子,即将并排在了一起。 但这时,大头却猛地一转方向,瞄准了奔驰车的屁股,狠狠地撞了上去。 砰!奔驰车往前颠簸了一下。 双方的车头车尾,竟然都没有凹陷进去,只是掉了一层漆。 两辆车都是德国车,质量都是让人没话说的。 大头一点都不在意,卵足了劲,再次往前撞去。 不过,这一次它可不是直接撞车尾中间了,而是对准了奔驰车屁股的左边脚。 这样一来,奔驰车的车头,就只能往右边倾斜。 嘎吱! 只见,奔驰车的车头打横,然后直直地撞向了路边的栏杆。 韩力惊慌不已。 它一边狂打方向盘,想要将车头调转回去,一边重重地踩下油门。 砰! 车子又撞上了栏杆,因为刹车的拉力作用并没有很严重。 所以,只是车头凹陷一点之外,栏杆倒是没有什么损伤。 韩力想要将车头拉正,然后继续逃逸。 毕竟,现在他是在逃跑,可不是追究对方,追尾自己车子的时候啊。 但这时,他却发现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年轻人,站在了自己的车门边上。 这个人就像是鬼魅一样出现,顿时把韩力吓得不轻。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现在他有种草木皆兵的感觉,总觉得所有出现的人,都是他的敌人。 下来,上那辆车,坐到副驾驶去。 大头指着那辆奥迪车,声音平静。 他表情有些木讷,神色呆滞,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形木偶一样。 你谁啊? 你是警察,出示你的证件给我看看。 韩力没有下车,而是大声喊道。 他想要拖延一点时间,路过的司机看到这边发生事故,一定会下来查看的。 到时候,他就可以借机逃跑了。 至少,人多了,对方总没胆子,当众杀人灭口是吧。 但很可惜,他遇到的人,是大头。 看到韩力不下来,竟然还唧唧歪歪的,大头皱起了眉头,瞬间失去了耐心。 他的右手忽然间从车窗伸了进去,一把掐住了韩力的脖子,稍微用力,这位公子哥就软倒在了座椅上。 大头打开车门,然后将韩力提了起来,像是提着一只小鸡。 他打开奥迪的后座车门,将韩力丢了进去,然后上车启动车子,扬长而去。 车上,大头一只手掌控方向盘,另外一只手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老鼠已落网。 随便找个地方关起来,等时机成熟了,再将他藏匿的地点提供给警察跟媒体。 话筒里传来一道声音。 是。大头挂断了电话。 林氏集团。 这一日,来了几位贵客。 林总,你好,这一位,是解保公司的高级副总裁谢尔顿先生。 这位是亚洲大中华区域新上任的产品经理张红。 因为身穿黑色职业套装,看起来斯文高雅的女人一脸笑意地为林宇柔介绍着。 关于前任亚洲大中华区域红经理,由于他做出了违背公司原则和正当商业竞争的事情,已经被总部辞退了。 还有韩丽先生,他同样也已经被总部辞退。 在我来之前,总部刚刚下达撤销红经理亚洲大中华区域产品经理职位。 高高瘦瘦,长得一个大鼻子的谢尔顿笑着跟林宇柔打招呼。 还有总部的陆希,也因为监督不利的原因被公司降职。 林总,请你相信解保公司道歉的诚意。 我们实在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这种恶劣的行为并不代表解保公司的真实意愿,我们只是受命让他们来谈判而已,却不清楚他们会做出这种没有职业道德的事情。 是啊林总,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感到非常震惊。 我们不相信解保公司里竟然会有这样的无耻之徒。 新上任的产品经理张红也赶紧道,我一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立刻就向总公司汇报了这件事情,总公司高度重视,谢尔顿先生连夜乘坐危机过来与您见面。 恕我冒昧。 林宇柔翘着二郎腿,身体弯曲成一个优美的弧度。 他微笑看着众人,缓缓道,我就是想知道一个答案,如果那位红经理真的依靠这种方法收购了我们公司,你们会不会给他升职加薪? 谢尔顿跟张红两人面面相去。 过了好一会儿,还是谢尔顿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想,他一定不会让我们知道他收购贵公司用的方法,所以,如果他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根据公司的奖程制度,我们会给他升职加薪,作为奖励的。 是啊,自古以来成败论英雄。 林宇柔笑着道,如果公司跨了,你们会来给我赔礼道歉吗? 现在那一份录音曝光了,你们的恶行被世人所知,为了挽救公司的形象,所以你们出现在这里。 你们在企业,但我也是,你们有立场,我同样也有,你们觉得,我会就这样接受你们的道歉吗? 那样的话,是不是显得我一个女人太好欺负了? 听到这话,谢尔顿跟张红又对视了一眼。 谢尔顿对张红打了一个眼色,张红立刻会以他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一张支票,递给林宇柔。 我们也考虑到这一次的误会,给贵公司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损失, 这是我们的一点点补偿,希望林总能够接受我们的歉意。 林宇柔将支票接过来看了看,笑着道,不愧是世界第一大的日用品公司,果然才大气粗。 还请林总能够原谅。 我原谅。 林宇柔点了点头,我可以相信你们不知道这一次的恶意收购事件。 谢谢。 张红大喜,那能不能请林总帮忙发布一个声明,声明林氏集团跟解保公司是良好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相信解保公司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抱歉,我不能。 林宇柔直接摇头。 没有丝毫犹豫。 为什么? 谢尔顿跟张红同时问道,这个女人,变化也太快了吧。 我可以欺骗自己,但是我不能站出来欺骗消费者。 林宇柔认真道。 她怎么可能同意对方的这个要求? 如果她真的答应了,那她就是最大的傻瓜了。 毕竟,到时候这个声明一出来,国内的百姓会如何看待林氏集团。 他们会认为,林氏集团为了金钱,不惜跟国外的公司同流合污,来欺骗他们的感情。 这样的企业,是活不长久的,因为失去了民心。 林宇柔当然不可能傻乎乎做这种事。 张红心里想,你相信有什么用,重要的是消费者相信才行啊。 这一次的谈判,就这么不化而散了。 这次的事件,依旧还在网络上发酵着。 所有的记者都动员了起来,还有很多热心的网友,他们都在追查那份录音的幕后者是谁。 但这几天以来,却都没能将其揪出来。 一直到了这一天。 这天下午,国内最大的一个八卦论坛上,有个昵称叫做小鸡吃老鹰的网友,发布了一篇帖子。 神秘人物身份曝光,已是某部门一把手之子。 这个帖子,以人肉搜索的方式对神秘人物的姓氏、声音、身后隐藏的能量等内容进行分析。 有理有据地揭露了事件当事人的幕后身份。 这一篇帖子一出现,立刻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个小时之内,点击率过十万,回复率过万,并且被纷纷转载。 一时间,网友们将临时集团的幕后黑手推向了风口浪尖。 而帖子最后指向的目标,就是韩潇父子两人。 一旦激起千层浪。 当各大网站轮胎纷纷转载,甚至连一些新闻评论节目也开始引用报道之后,这件事情就成为了社会的热点。 虽然还没有人站出来确定指认这件事情就是韩力做的,但是,另外一则消息,却间接证明了这件事情,的确是跟韩家父子有关系。 韩潇被从他所负责的领导岗位上调离了。 新的任命,却没有同时下发。 根据国内的国情猜测,这代表着韩潇肯定是因为犯了什么事情,被委婉的隔离审查了可是,录音门的当事人韩力呢? 他身为这件事情的主角之一,却仿佛从人间消失了一样。 如此一来,众多记者就更想找到他了。 正应了那句话,越是不容易找到的东西,大家对他的渴望就更加强烈。 寻找韩力,赫然成为了所有媒体记者共同努力的一桩大事。 几乎是全民总动员了。 比如韩家的小区、郊区别墅、政府大楼、酒吧网吧等等地方。 只要韩力但凡去过一次的地方,都能看到记者们埋伏搜索的身影。 其中一个美女记者,是东海时报的记者,也是东海时报的王牌记者。 这个记者名叫林月,她非常佩服林宇柔,自身以林宇柔为目标,很想成为她那样的女强人。 对于这种引起全民关注的阴谋案件时,她比更多记者都想找出事情的真相。 在她看来,林宇柔那么好的人,就不应该遭受到不公平对待。 只有将幕后人揪出来,才能让海给林宇柔一个公道。 不过这两天,她蹲过很多韩力去过的地方,都没有收获。 这一天,她又在韩力待过的一家酒店蹲点,依然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口袋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你好,我是林月。 你好,林月记者。 一个沉闷的男人声音传来。 请问你是? 林月轻声笑道,语气并不夸张,却恰到好处地让对方感觉到,小心翼翼地探寻对方的底细。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对面的那个男人很没有礼貌的样子,我打电话给你,是要爆料。 哦,那你想告诉我什么?林月问道。 对于这种不肯告诉自己身份的爆料人士,她接到过很多这种电话,并不意外。 我知道,韩丽隐藏的地点在哪里。 男人淡淡道。 听到这话,林月心中狂喜,但是她没有表现出来,问道,她在什么地方? 记下这个地址。 男人声音闷闷道,昌林接到119号。 好的,我记下来了,请问。 林月记下地址,正想再问几句,但对方却直接挂断了电话。 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林月看着手机,微微皱眉。 一般而言,打电话给她爆料的,都会索要一定的报酬。 但这个男人,爆了这么大的料,却直接挂断电话,这还是她第一次遇到。 不过林月很快就不在意了,她飞快在手机里找到一个号码,拨打了出去。 找到了,我知道韩丽的藏身之处了。 昌林街道,是东海的一条老街。 离市中心比较远,交通也不太方便。 可是,这里却是一些外来务工者最喜欢居住的地方。 只有一个原因,这里的房租,相对要便宜很多。 119号,是一栋独立的小宅院。 有着高大的院墙,和一道珠漆木门,只是这门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上面的红漆已经开始掉落,露出了里面就将腐朽的木头。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人见人怕的官二代,会躲在这种地方。 是这里吧。 东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刘队长,开口问道。 从地址上来看,是这里没错了。 林月记者点了点头。 她得到了消息之后,除了通知自己的同事之外,自然要通知警察了。 毕竟,现在韩丽可是一桩案件的嫌疑人,只要抓拿归案的。 不能破门而入,避免打草惊蛇。 刘队长对一个警察道,这门是老的,是从里面插上的,我们把它给拨开就成了。 阿明,你擅长这个,你来。 叫阿明的警察过来,从怀里取出了一把小刀。 他将小刀从门缝里伸进去,轻轻地就将门插给拔掉了。 上! 刘队长一声命令,推开大门一马当先地冲了进去。 其他几个下属赶紧跟上去。 手里拿着话筒,还有扛着摄影机的几个记者,也跟在后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跟随警察追踪第一现场,这种事情他们可没少做。 可是,当他们跑进屋子里之后,全部都停了下来。 因为,他们这些天要找的人,也就是韩丽,就在客厅当中。 可是,并没有想象中韩丽见了警察和记者的那种惊慌失措,更没有痛哭流涕。 因为韩丽已经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 她头发凌乱,胡须拉叉,满脸憔悴的样子。 看起来,她真的很累了,这么多人的脚步声,竟然都没能让她醒过来。 林月赶紧示意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了韩丽熟睡的脸,给她来一个犯罪分子,惶恐不安的特写。 韩丽? 刘队长走过去,拍了拍韩丽的脸,想把她叫醒。 韩丽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当她看到眼前的一群警察之后,心中大惊,直接从沙发上滚了下来。 然后,她毫不犹豫,踉跄地爬起来,朝着外面冲去。 可是,她跑不掉,刘队长一个剑步上前,一把揪住了韩丽的手臂,一个漂亮的反扭,就被韩丽给抓住了。 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是被人绑架到这里的,你们不去捉拿凶手,抓我干什么? 放开我,你们知道我爸是谁吗? 韩丽大声喊叫着。 她英俊的公子哥形象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没有灵魂的罪恶之徒。 摄影机对准了这一切,而林月已经开始举着话筒,开始了她的现场报道。 巷子口,有一辆黑色的奥迪A8停在那里。 李东从车窗看到警察跟记者都冲进去之后,对大头道,好了,我们走吧,她逃不掉了,别让那些记者拍到了。 之所以没有开那辆劳斯莱斯出来,是因为那辆车很多人都知道是林宇柔的座驾。 而这辆奥迪A8,李东还没有开出来过,没有人认识这辆车的。 听到李东的话,大头点了点头,无声地发动了车子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 林氏集团因此收获了大量的名声以及粉丝。 同时,要监局就美容粉的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正如大家所想,里面的成分没有对人体有害的,相反,长期使用,对人体还有益。 这样的检测报告公开之后,更多人疯狂了。 美容粉的销量,在攀新高。 县城 刘佳 自从上一次刘友才一家在林家吃别了之后,他们对林宇柔一家恨得要死。 恨不得林氏集团能够破产,恨不得林宇柔一家穷困潦倒,穷得吃土。 所以,当林氏集团的风波就这么轻易解决了之后,最感到遗憾的,就是陈小雪。 什么官二代,一点屁用都没有。 陈小雪将电视关掉,遥控器扔在一旁,我还以为能弄垮林氏集团呢,害我白高兴一场。 她的丈夫刘友才就在旁边。 听到这话点了点头,是挺可惜的,不过也没事,我们家很快也能发达了。 这一次,我们投资的保健品卖得很不错,估计明年可以赚几千万的。 到时候,公司越做越大,将来说不定可以超越林氏集团。 那必须的。 陈小雪一脸得意道,到时候让他们清楚,不让我儿子进去当副总,是他们的损失,让他们后悔去吧。 夫妻俩得意无比,幻想着将来的美好生活。 他们的确有盼头了,因为这段时间,他们投资的保健品公司,卖了很多出去,赚了一大笔钱呢。 继续保持这样的趋势,倒是真的可以越做越大的。 这时,有人敲门。 咚咚咚。 谁啊? 陈小雪喊了一声,跑过去开门。 哎哟,是李老板啊,快快请进。 看到门外站着一个中年人,陈小雪顿时露出了惊喜的笑容,冲着屋里喊道, 有才,是李老板来了。 刘有才一听,赶紧从沙发上起来,堆着笑脸迎了上去。 李老板,你怎么来了? 有点事,要跟你说一下。 李老板的脸上,并没有什么笑容。 甚至,他看向刘有才跟陈小雪的眼神,带着一抹讥讽,一抹冷笑。 但刘有才跟陈小雪都没有注意到,很热情地把他招呼了进去。 去我的书房说吧。 刘有才跟这位李老板很快来到了二楼的书房。 陈小雪并没有跟上来,人家两个大男人说事情,他跑上去没啥用。 津津有味地在一楼沙发上坐着,继续看电视。 二楼,书房?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家里啊? 刘有才开始泡茶,笑着问道。 有东西给你看一下。 李老板说着,拿出了一个信封,递给了刘有才。 刘有才一愣。 停下了泡茶的动作,将那个信封接了过去。 信封摸起来有点厚实,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带着疑惑的心情,刘有才打开了信封,从里面掏出了一叠厚厚的照片。 照片上是人物像,有年轻人,有老人,也有几岁的孩童。 但这些人,刘有才一个都不认识。 但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像是生病痕。 很久的样子了。 他们的眼神空洞,表情痛苦,看起来非常虚弱。 最触目惊心的,是一个看起来只有几岁大的小女孩,竟然光着脑袋。 额头上唯一的一缕头发也是黄澄澄的,像是染过色一样。 看到这个小女孩,刘有才不禁生出了心酸跟痛惜的心情。 这些人是谁啊? 刘有才指着相片上的人,好奇问道。 这些人,你肯定不认识啊。 李老板冷笑道,不过呢,看在朋友一场的份上,我可以告诉你。 看到李老板的样子,刘有才心里咯噔一下,皱眉道。 老李,你这是什么表情? 还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都是咱们公司的顾客,也是我们产品的消费者。 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李老板淡淡道。 哄,这句话,像是一道雷劈在了刘有才的心中。 他整个人都呆滞了。 什么? 这些,都是他投资的保健品公司的客户,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吃了他们公司的保健品。 李老板脸色平静。 他很满意刘有才的表情变化。 你看,这个老太太已经70岁了,吃了我们的产品之后,已经病倒在床半个多月了。 还有这个小女孩,才6岁呢。 李老板指着那些照片,带着微笑地道。 这个小女孩叫做李珊珊,我去过他们家几次了,多可爱的一个孩子啊。 可惜现在连出去见到太阳都不行,风一吹,那头发就嗖嗖地往下掉。 可怜啊,才6岁的孩子,这辈子就这么晚了。 李老板,你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 有有才压根就不相信这个事实。 刚才还好好的呀,怎么一下子就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也希望是玩笑啊。 李老板叹了口气。 这小女孩的父母,都是小学老师,他年纪这么小,出了这样的事情,当父母的心里,该有多难过啊。 原来他们要把我们公司告上法庭的,可是我去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我对他们说,你看孩子,现在都这样了,我们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挽救。 现在,我们老板还是愿意负责任的,也愿意掏钱给孩子治病。 如果你把我们高倒了,你们的孩子怎么办,谁来给钱治病? 李老板看着刘友才,笑着道,老刘啊,你看,我跟你这么多年的朋友,跟你感情深厚,是不愿意看到你受到伤害的呀。 你什么意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刘友才炸毛了。 他豁然站了起来,一脸愤怒。 老刘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咱们公司,你才是法人代表,公司持有人也是你的名字啊。 李老板装作很痛心的样子,这些合同,都是你签署批准的,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 我签署的,我什么时候让你签署过这样的批文,不可能,我怎么不记得? 刘友才一脸茫然,李老板没说话。 他摇了摇头,从拿来的公文包里,掏出了一叠资料,一份份地掀开到最后的署名部分。 你看看这些签名,上面写的可都是你刘友才的名字,还有这笔记,就算你找世界上最权威的专家,也会认定是你写的。 再说了,如果没有你这些签名,我能让工厂生产那些产品吗? 如果没有你的签名,我能拿到产品合格证书吗? 刘友才听着这些话,双眼赤红了。 他死死盯着李老板,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兴礼的,枉我这么多年,把你当兄弟看待,你竟然这样对我? 嗯。 他终于想起来了。 这些合同,是他有一次跟这位李老板喝酒的时候签署的。 那时候,刘友才心情大好,因为当时产品大卖,一下子赚了上百万,就多喝了几倍。 没想到那个时候,这位李老板,趁他喝多了,就拿了这些文件让他签署。 如果不是现在看到,他都忘记这件事情了。 先不要生气啊。 李老板解释道,发生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愿意看到,之前我也想把产品推出去,好好的赚上一笔。 毕竟,这是咱们兄弟之间的事业啊。 可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们也要负责是吧。 产品如果有质量问题,那怎么拿到合格证的,为什么不多做一段时间的效果测试? 刘友才压抑着怒火,问道,当然是靠你的关系啊。 李老板认真道,你们家的亲戚,也就是林氏集团的美女总经理,是你的外甥女。 他男朋友很有来头的,我拿着你的签名合同给他们看,谁不给一点面子。 再说,产品的检测也是很严格的,但最后还是出现问题,只能怪我们命运不济了。 命运不济,这样的借口你都说得出来,那些受害者怎么办?他们是什么?自认倒霉。 为什么别人做没事,你做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刘友才怒道,这件事情要是处理不妥当,我们都要玩玩。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这是你的公司,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如果当初你把公司写上我的名字,这个时候我也不会找你了,对不对? 李老板淡淡道,我可警告你,现在我虽然用钱堵住了那些受害者们的嘴,但是,我如果去告诉他们,你不愿意为这件事情负责,那样的话,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你到底想怎样?刘友才冷静下来了。这个时候,他必须要跟这个家伙谈谈条件了。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么信任的兄弟,竟然给他来了这么一手。 这件事情要是被媒体曝光,不但他们一家三个要完蛋,连带着刘家的其他产业,恐怕也要被查封,最终就连林氏集团也会受到巨大的名誉影响。 不得不说,李老板这一招实在是太狠了。其实,我也不是那么不讲情面的人,如论如何,我们都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是吧? 李老板要过来搂刘友才的肩膀,但被他一巴掌给打开了。 我们终究兄弟一场,也不能看你坐牢是吧?如果你能帮我拿到林氏集团美容粉的配方,我就将这一切都销毁,把你的亲密签名资料都还给你,怎么样? 李老板笑着道。这一刻,刘友才终于明白了。原来,李老板之所以跟他一起合作,现在用这样的事情来威胁他,是想要林氏集团美容粉的配方。就算你这么做,我也帮不了你。 刘友才喃喃道,我们家跟林家已经划清界限了,林家是不可能为了我把美容粉的配方给你的。你这话说的,我就不认同了。 李老板笑着道,你跟林氏集团董事长的妻子是亲兄妹,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他们肯定不会眼睁睁见死不救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刘友才愤怒道,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把你当亲兄弟来看,你为什么要坑我呀? 我也不想的呀。 李老板叹了口气,但北方那边,有人要我这么做,我不得不做呀。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没有回头见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吧,林氏集团现在家大业大的,一份美容产品的配方而已,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 你也别想着先桌子,林氏集团虽然家大业大,我这种小人物惹不起,但是,你也不要逼我鱼死网破。 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你儿子想一下呀,他还那么年轻,要是因为这件事情去坐牢,那后半辈子可就没了哦。 好了,我有事情先走了,你拿到美容粉的配方再给我打电话,我们互相交换。 说完,他对刘友才笑了笑,拿着公文包离开了。 当房间门传来碰的一声之后,刘友才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 怎么办? 很快,房间门被打开。 陈小雪走了进来。 李老板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他这次来说什么了?是不是产品大卖了? 你自己看吧。 刘友才指着茶几上的那些照片。 陈小雪一脸疑惑,拿着看了一会儿,皱起了眉头。 咦,好恶心啊,干嘛让我看这种东西? 刘友才苦笑,深深吸了口气,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陈小雪说了一遍。 等他说完,陈小雪整个人都惊呆了。 不可能,怎么会? 两久,陈小雪才发出尖叫,李老板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啊? 他想要林氏集团美容粉的配方。 刘友才将李老板的目的说了出来。 陈小雪连连摇头,不可能的,林国栋绝对不会帮我们的他的眼中,满是恐惧。 友才,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啊? 这件事情要是曝光出去,他们一家子,算是彻底完完了。 一个弄不好,坐牢都是轻的了。 这一刻,陈小雪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怎么办?怎么办? 刘友才喃喃说着,最后,他猛地站了起来。 不行,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搞不定的。 去,我们现在去东海,只有林家才能救我们了。 晚上,林宇柔跟李东,还有林国栋下班回来了。 他们说着,校推门走了进去,很快,说校生就戛然而止。 因为,他们在客厅看到了两个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人,刘友才跟陈小雪夫妇。 他们竟然来了。 看到李东他们回来,刘友才跟陈小雪赶紧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你们来干什么? 林国栋冷冷问道,一点好脸色都没有。 上次陈小雪都说了两家划清界线,林国栋也没想着继续跟刘友才一家有联系了,就当没有这样的亲戚。 却没想到,他们竟然会主动上门来。 刘友才跟陈小雪有些善善的,上次他们的确把话说得太死了,现在面对林国栋,太尴尬了。 但是没办法呀。 他们也不想面对,可是他们不得不来呀。 他们家发生那样的事情,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林家帮他们了。 国栋啊,上次呢,是我们不对,我们不该那样。 陈小雪脸皮比较厚,善善道,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不要跟我们计较了。 是啊国栋,不管怎么说,我跟小静都是亲兄妹,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之前的事情我给你道个歉,你不要见怪了。 刘友才也赶紧道,李东跟林语柔对视一眼,都看到彼此眼中的疑惑。 这夫妻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居然还会主动道歉,这太阳,是从西方出来了吗? 废话少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说吧,这次来,有什么事,林国栋压根就不吃这一套。 他骨子里,一旦讨厌一个人,就绝对不会轻易改变观感的。 刘友才夫妇是什么样的人,他太清楚不过了。 无视献殷勤,飞奸即道。 是这样的,我们家遇到了一点麻烦,想请你帮个忙。 陈小雪赶紧道。 不帮。 不等他把话说完,林国栋毫不犹豫地打断了。 小静。 无奈,刘友才只好看向刘静,这林家呀,也只有刘静才能镇得住林国栋了。 刘静没说话,只是拉了一下林国栋的衣袖。 他也知道,丈夫因为上一次的事情挠死了刘友才一家,事实上他也很恼怒啊,但没办法。 正如刘友才所说的那样,他跟刘友才是亲兄妹,怎么可能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 现在刘友才遇到了困难,不惜舔着老脸过来寻求帮助,加上他是个耳根子软的人。 在李东他们没有回来之前,林友才夫妇两人不断地在他耳边卖惨,他心里就想着,若是能帮,那就帮一点吧林国栋看了一眼刘静,心中有些无奈。 他深深吸了口气,冷冷道,说吧,什么事,太过分的话,那就不用开口了。 你们先看看这些照片。 刘友才将桌子上的信封拿起来,递给林国栋。 这里面,装着的自然是那些病人的照片了。 这些照片,那个李老板是有底片的,而且他有那些病人的资料,所以,就算刘友才将这些照片销毁了,那个李老板依旧可以重新做出一份。 林国栋皱了皱眉,将里面的照片抽了出来。 看了几眼之后,他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他没说话,而是将照片递给了李东。 李东看了看,眼神微微一宁。 他猛地看向刘友才,沉生道,这是慢性中毒的现象,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刘友才跟陈小雪对视一眼。 接着,刘友才就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听他说完,大家都不说话了。 林宇柔本来想说一声活该的。 但一想刘友才一家,也是真的很惨了。 钱没赚到,还惹了一身骚。 这件事情,要是一个处理不好,是真的很严重的。 甚至于都会让林氏集团的名誉受到影响。 这些病人开始治疗了吗? 只要找到发病员,然后对症下药就行了。 李东淡淡问道。 虽然他也不喜欢这两夫妇,但是,关系到这么多人的性命安全,李东也不能不在意。 他是战神,同时他还是一个医生。 这两种使命,他从未忘记。 我不知道。 刘友才痛苦地摇头,我被那兴礼的给骗了,在我喝醉酒的时候,他拿了一些公司的文件让我签署。 我那时候没仔细看,当时以为跟以前一样,都是经过他审核没问题的。 就签了字,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这些人都是产品的受害者,他们服用了公司的产品之后,出现了各种问题。 那性理的,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他们都说服了。 刘友才继续道。 他。 他想用这件事情来威胁我,让我想办法得到林氏集团美容粉的配方。 不然的话,他。 就要将这件事情捅出去。 我自己死不足惜,可是我儿子还年轻啊,不能牵连到他啊。 还有我刘佳在县城经营百年的生育,不能这么完蛋啊。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想着来找你们帮帮忙。 陈小雪听着丈夫这些话,也承受不住心里的委屈,眼眶红了。 泪水在里面打着转以前是我们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可是这一次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求求你了国动,帮帮我们。 美容粉配方,还真敢说。 林宇柔撇了撇嘴。 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林氏集团的发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没有人能够想象林氏集团的这款产品每天能带来多大的利润。 但那样的数字肯定是惊人的。 不然的话,像解保那样的跨国集团公司也不会动心了。 如果能够得到美容粉的配方,那就真的可以发大财了。 为了这东西,有人铤而走险是很正常的。 有这些患者的资料吗? 李东倒是没有去想这些,他看着那些照片,一脸凝重。 他看得出来,这些患者是慢性中毒,一个处理不好,是要出人命的。 对方竟然敢做这样的事情,李东的心中有些愤怒。 特别是看到照片上一个只有几岁的小女孩悲惨的样子,李东心里更是愤怒。 这样的手段,真的太不是人了。 没有。 刘友才摇了摇头,这些照片,都是李国斌带来的,他不肯透露这些患者的信息。 那他人呢? 李东问道。 他之前来我家找过我之后就离开了,不过按照惯例,他应该还在县城的公司里。 刘友才赶紧道。 李东点了点头,然后拿出手机,打通了刀疤的电话。 让林总外婆家那边县城的弟兄找个人,叫李国斌。 挂断电话约莫几分钟,李东的电话响了。 大哥,李国斌不久前离开了县城,听说是去省城了。 去多久了?半个多小时左右。 把他抓回来。 是。 挂断电话,李东看向刘友才,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你。 你说。 面对多多逼人的李东,刘友才压根不敢生气,战战兢兢问道。 第一,把事情捅出去,你去坐牢。 第二,立刻将你们公司的运营停了,并且将产品全部追回,患者所需的费用,将由你们全部承担。 我。 我都听你的。 刘友才赶紧道。 刘友才赶紧道。 我。 我都听你的。 陈小雪张了张嘴,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不过,他心里还是很肉疼的。 因为他很清楚,这一次,他家算是大出血了,本来以为可以大赚一笔,但现在,恐怕会倾家荡产啊。 他想让林氏集团帮一点忙,但这种话,哪怕他脸皮足够厚,也说不出来。 现在他非常后悔,早知道如此,当初就不应该去搞什么保健品了。 现在好了,钱没赚到,还惹了一身骚。 林宇柔外婆所在的县城到省城并不是很远。 李国斌的宝马车驶上通往县城的高速公路之后,便一路畅通无阻地快速飙起车来。 甚至,心情大好的他还打开了音乐,还跟自己的小情人通了一阵子电话,约好了第二天在哪里吃早饭。 到了省城收费站的时候,他以为跟以前一样,交了钱就可以走人,可是,等他把钱递过去之后,前面的横杆并没有收起来。 先生,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证件。 那个穿制服的女人板着脸道。 有什么事情吗? 李国斌皱起了眉头。 只是协助调查一件案子,或许跟你没有关系。 女人道。 李国斌并没有多想,虽然心里有些不乐意,可为了早点离开,还是递上了自己的驾驶证。 过了一会儿,驾驶证还是没有还回来,好像那个女人在打电话跟人说着什么。 李国斌正想催促一下的时候,就看到停在收费站边缘的一辆黑色面包车打开了车门, 四个黑衣男人快速走过来。 从左右两边的方向,将李国斌围在了中间。 你就是李国斌。 一个男人板着脸问道。 是我,你们是谁,有什么事? 李国斌问道。 他说着话,却将手伸向手机,想要把手机打开,让他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好尽快做好对策。 他明白。 很有可能是刘友才那个家伙把他给卖了。 以林氏集团的能量,想把他堵在收费站这里,实在是太容易了。 他倒是低估了刘友才,没想到他竟然有壮实断腕的勇气。 不许动。 那个男人发现了李国斌的一样,从怀里摸出了手枪,对准了李国斌的脑袋。 我们是刑事犯罪调查组的,有一件案子需要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请你立刻打开车门。 李国斌顿时猛逼了。 他没想明白,为什么是刑事犯罪调查组找上他了。 不过看这些人的驾驶,明显是谎报的单位名称。 他的两个手机都被没收了,想打个电话问一下朋友都做不到。 果然。 最后,他并没有带到什么刑事犯罪调查组的办公室。 而是被带着往东海的方向走,最后到了靠近海边的一间私人会所。 因为他是从后门被带进去的,所以,一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人。 不过,倒是从一个院子门口挂着的牌子上发现,这家会所的名字叫做秦院。 一个很有古代气息的味道,而且从装修来看,也是那种古风古韵的。 给人一种真的来到古代别院的感觉。 李国斌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既然对方带自己来这么秘密的地方,那为什么不蒙上自己的眼睛? 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怕事情败露之后,自己会告发他们吗? 他们没有这么做的原因,可能只有一个。 他们要杀人灭口,所以才敢这么明目张胆。 想到这个可能,李国斌的心态一下子就乱了。 恐惧的情绪充斥了他的心田,他的小腿肚子都忍不住有些发软了。 你们到底是谁,要带我去哪里,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要找我的律师过来。 李国斌大声喊道。 咔! 但,他的话刚落下,背后就被人用胳膊肘子狠狠地来了一下。 李国斌痴痛,不禁闷哼出声,额头的冷汗都出来了,身体更是踉枪往前扑去。 在两个黑衣人的拉扯下,他才没有一头栽倒在地。 闭嘴! 一个男人冷冰冰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李国斌没有回头,但是他很清楚,从背后攻击他的,就是那个用枪指着自己脑袋,说他们是什么刑事犯罪调查组的男人。 他是这些黑衣人的头头,一个手段很辣的人。 挨了这一下,李国斌更加确定了。 对方这是要将自己玩死啊。 不然的话,怎么会这么轻易动手打人的? 自己身上的伤痕,可是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证据啊。 这么一想,他心里更加害怕了。 我不管你们是谁,如果半个小时之内,还不把我给放了,我的朋友就会报警的。 李国斌咬着牙道。 没办法,这种狠话要是不放出去,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的。 话落。 他的背后,又挨了一下重轴。 迷迷糊糊的李国斌也不清楚自己走了多少路,绕了多少个回廊,最后终于在一间房间门口停了下来。 那个后面对李国斌下黑手的男人走上前,轻轻扣响了房门。 进来,里面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房间门被推开,然后李国斌就被推进了里面。 随着房门关上,跟着一起进来的,只有那个男人,其他几个黑衣人都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李国斌抬头看着坐在沙发上的男人。 这人,他没见过。 也不认识。 你是什么人,为何要把我带来这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你这是非法软禁。 李国斌企图用这种话来让对方忌惮,好放了自己。 虽然这种方法几乎没有作用,但他还是要尝试一下。 可惜,一点用都没有。 那个男人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看起来年轻,长得非常帅气。 像是从电视剧里的偶像剧走出来的一样,这个男人,正是李东。 嗯,你可以这么认为。 李东点了点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请来这里吗? 李国斌脸色微微一变,第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因为那些患者的事情。 果然。 不等他开口,李东拿出一个信封,指着里面的那些照片。 告诉我,这里面的患者都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李国斌矢口否认。 他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患者中毒的事件,绝对不能被其他人知道的。 他得小心翼翼地藏着这件事情,用来威胁刘友才。 不用否认,你不是用这个去威胁刘友才,让他去林氏集团获取美容粉的配方给你吗? 听到这话,李国斌打量了一下李东。 你是刘家的人,还是林氏集团的人? 李国斌问道。 这重要吗?李东淡淡道。 李国斌点了点头,的确,这并不重要。 对方不管是林氏集团的人,或者是刘家的人,都无所谓。 我不认识你,所以,这件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 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孽,就让我们自己来解决放心吧。 我一定会对他们负责到底的,有病的治病,生活困难的。 我会给他们经济上的补助,只要是我能做到的,都会为他们考虑到的。 李国斌打着包票。 他当然不愿意将那些人的地址告诉别人。 如果说了,到时候对方将患者全部转移走,他还用什么去威胁刘友才? 威胁不了刘友才,就没有人去帮他拿林氏集团的美容粉配方了。 啪!李东突然一个耳光扇了过去。 李国斌遂不及防,被他这一巴掌打得正着。 脸上火辣辣的生痛。 李国斌被打猛了。 他没想到,对方会突然出手打人。 这个家伙看起来长得这么帅气,这达人的样子,跟他的形象有太大的出入,这让李国斌有些难以接受。 地址。 李东问道。 他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那些患者在哪里? 必须要从这个家伙的口中逼问出来才行。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李国斌的嘴角溢出了鲜血,满脸很毒地道。 他认为,只要自己死死咬着不松口,对方就不敢把他怎么样。 至于一点皮肉之苦,他还是可以承受得起的。 等到时候拿到了美容粉的配方,他再好好对刘家展开抱负。 李东又是一耳光打了过去,不过这一次李国斌有所防备,一下子就开始躲避。 但,他怎么可能躲开李东的耳光? 呼! 李东的手一下子加快了速度,李国斌都没能看清楚,就被打中了。 啪! 啪啪啪! 不止一耳光,李东这一次出手,大耳光子跟不要钱一样,不断地朝着李国斌的脸上招呼而去。 李东将力道控制得非常好,只会让李国斌感觉到剧痛,但又不会造成大的伤害。 因为那些患者的缘故,李东非常生气。 这一轮巴掌下去,李国斌的口鼻中鲜血四溅,那张脸很快就肿得跟个猪头一样。 这期继续讲战神第31篇,地址。 李东拿出纸巾擦拭了一下手,再次问道。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的条件,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拿美容粉的配方来换。 李国斌也算是个硬汉,这个时候,他还想着跟李东谈条件。 他知道,成败在此一举。 成功了,以后裁员滚滚,成为世界级的富豪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失败,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甚至还会淫当入狱。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李东淡淡道,还有,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我不可能把美容粉的配方给你的。 那我也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没有美容粉的配方,我死也不会告诉你那些患者的地址。 李国斌吐了一口带着鲜血的唾沫,狠狠道,如果今天我去不了省城,我的下属,明天就会带着那些患者召开新闻发布会,到时候你们刘家,就等着身败名裂吧。 还有林氏集团,也等着名誉受损吧,是吗? 不过很可惜,刘家完蛋不了,林氏集团也不会有影响。 李东笑着道,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吗? 李国斌看着李东,他有些看不清这个年轻人心中在想什么。 但是,他知道,自己有些低估对方了。 李东看他不说话,继续道,你不应该拿这个来威胁刘友才,不应该打美容粉配方的主意,更不应该用这种极端恶意栽赃的伎俩。 栽赃吗?谁会相信,那些文件上,全部都是刘友才的签名,难道是我假冒的不成? 李国斌冷笑道,只要我今天去不了省城,我的下属一定会把那些资料发送给所有的媒体与网络。 到时候,你们刘家绝对要背负全世界的骂名,还有林氏集团,名誉也要受到影响。 我告诉你,就算你今天把我给杀了,刘家也一定会跟着一起陪葬。 我一穷二白的小人物一个,死不足惜,你们不一样,何必跟我那么计较? 李国斌也是豁出去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干脆跟对方拼个鱼死网破吧。 搏一搏,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如果把那些患者的地址告诉他们,可能等待自己的,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 李东欣赏他的执拗,却不认为这能改变任何事情。 大头,进来。 李东淡淡道。 哐! 话落,大门被推开,大头走了进来。 大哥!让他开口,让他交出名单,死活不论。 李东淡淡道。 是,大哥! 大头答应一声,直接拖着李国斌就要往外面走去。 等等。 李国斌大声道。 怎么,愿意说了? 李东笑着问道。 放我一条生路,我把那些患者的名单交给你。 李国斌赶紧道。 他想通了,这是别人的地盘,如果不赶紧想对策的话,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了。 我说过,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李东面无表情,把名单给我,如果我心情好,或许会放你一次你们放我离开。 我把名单跟患者地址都给你。 李国斌坚持。 在他看来,只要离开这个地方,他就有活命的机会。 看来,你还是没理解我的话,带走吧。 李东挥了挥手。 大头会议,再次拖着李国斌往外面走去。 等等。 等等。 李国斌大声吆喝着,可是李东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制止大头。 放过我,放过我吧。 李国斌终于承受不住那种可怕的心理压力了。 他直接痛哭出声,从肿成一团的眼睛里溢出了泪水。 不要杀我,我把名单给你,我把患者的地址都给你,求求你不要杀我,放我一条生路。 他抓着房门把手,死活不愿意离开,双腿跪在地上,想给李东磕头。 但因为大头从后面扣压着他的肩胛骨,让他没有办法将脑袋磕在地板上。 说,在我身上,都在我身上。 李国斌赶紧道。 李东对大头打了一个眼色,大头便松开了李国斌的肩膀,示意他自己拿出名单。 李国斌赶紧脱掉皮鞋,取出了鞋垫,在鞋垫的夹层找出了一张纸来。 李东也不嫌臭,将那张纸接过来,打开看了一眼上面那一排长长的名单。 就这些? 是的,就这些了,全部都在这上面。 李国斌赶紧道。 你撒谎。 李东冷冷道,将剩余的名单都交出来。 真的没有了,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发誓,我以我的人格发誓,我真的没有藏私,名单都在这里了。 而且,我保证,以后,我再也不敢招惹你们刘家的人了,我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李国斌跪在地上,一边痛苦着解释,一边磕头。 看到他的样子,李东相信了。 人的眼睛,是不会说谎的。 他能看得出来,李国斌没有说谎,他说的都是真的。 李东心中微微松了口气,只要名单到手,那就足够了。 接着,他想起了一件事,问道,我听刘友才说,是北方有人要你这么做的,说说吧,是谁? 李国斌脸色一变,但是却没有说话。 不肯说吗? 李东冷冷问道。 他挥了挥手,大头又立刻上前,要把他拖出去。 不,我说,我说。 李国斌赶紧道,是北方崔家的人让我这么干的,我也没有办法呀。 崔家? 听到这两个字,李东的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当年害死他母亲的几大北方家族,其中就有崔家。 墨家已经被灭了,当时崔家还从中作梗,最终墨家的大宗师跟陈晓刀打了一架,败北。 崔家才停止了插手。 没想到,这才隔了没多久,崔家竟然已经把手伸到东海来了。 李东重新看着李国斌,就像看着一个死人。 拖下去,埋了当花肥,李东挥了挥手。 是。 这一次,大头不再迟疑,直接拖着李国斌出去了。 李国斌吓尿了,不停地求饶弹,李东却压根没理会。 这个人,既然是崔家的走狗,那就死不足惜。 崔家?既然你们这么急着找死,行,等着,下一个,就轮到你们了。 那些中毒的患者当中,最悲惨的,是那个只有几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名叫李珊珊,她的父亲,叫李明强。 李明强今年只有三十来岁,但却长了一张四十几岁的脸,五十几岁的心。 他如此年轻,却已经苍老得如同一个宝金风霜的老头子一样。 他的妻子叫张萍,比他还小两岁,看看三十岁的年纪,但现在已经两鬓斑白了。 并且皮肤辣黄,双眼空洞无神,像是只有一句屈翘的行尸走肉。 导致他们变成这样的,自然是因为他们的宝贝女儿李珊珊,在一个多月以前,患了重病造成的。 那是他们的爱情结晶,是他们视为生命延续的宝贝。 可是,当有一天,病魔突然降临的时候,他们的幸福生活,完全被毁灭了。 李珊珊的体质一直都不好。 有一天,妻子看到广告中说,有一种叫亲和牌子的保健品,可以给孩子补充各种所需的营养品,促进智力发育。 为了能够健康成长,妻子就给女儿买回了那种保健品,每天给孩子吃。 他们原本以为,这样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很大的好处。 却没想到,他们每天让孩子吃下去的,是一颗颗催命的毒药。 早知道这样,他们宁愿自己把那些东西吃了,也不愿意让女儿承受那样的痛苦啊。 现在,他们非常着急女儿的病情,心里对女儿满怀愧疚之情。 特别是他们看到女儿头发脱落,脸色苍白如纸一样,他们的心就痛到无法呼吸。 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也曾想过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为女儿讨回公道。 可是,还没有等他们这样做,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就出现了。 那个男人自称是保健品的总经理,说他们公司愿意为女儿的事情负责。 还会给女儿安排医院治疗疾病,并且会赔偿一部分的经济损失。 但是,他们给出的条件,却是不能让这件事情公布出去。 如果公布出去,清河保健品公司就会被法院查封。 那样的话,这件事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没有人会对他们女儿的病情负责的。 李明强跟张萍都是小学老师,他们无权无视,为了女儿的安全,他们也只能接受这样的条件了。 就像那个叫李国斌的男人所说的那样,就算将那个无良公司告倒了,那又如何? 他们女儿的仇是爆了,可是女儿的病怎么办? 虽然知道,这样会让无良公司继续昧着黑心赚钱,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但是,为了他们的女儿,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只能选择沉默。 现在,已经渐渐逼近年关了。 别人家都已经开开心心地准备过年,采办年货,准备着一家团圆。 可是,他们家现在却是愁云密布。 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丝毫笑容,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屋子里,更是冷得像是结了冰。 李明强记得清楚,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笑过了,每次跟妻子说话,都只是聊一聊女儿的病情。 但是,女儿的病情,却是在一日日恶化。 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 现在这个话题也成为了他们心中的禁忌,现在连提起来的勇气都没有了。 今日,李强明提着一箱牛奶以及一些鱼类肉食从公交车下来,然后朝着他跟妻子租住的房子走去。 虽然没有心情去准备过年,但日子终究还是要过的。 当他走到楼下的时候,发现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 这让他感到有些奇怪。 住在这种地方的,大多数都是这座城市的外来工,不是太穷,但也绝对没有人能开得上劳斯莱斯这种好车。 当然了,这样的疑惑只是在他心中一闪而过。 他现在根本没心情去关心这个。 除了女儿的病情,其他人的事情,他一概不关心。 走到四楼,走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他发现家里的房门开着,屋子里,还传来了男人的说话声。 这让李强强感到有些奇怪。 为了避免女儿的病情被人发现,他每次带女儿去清河保健品公司联系的医院检查身体时,都将女儿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他们家的房门,更是一天到晚都紧紧闭着,很少这么打开的。 李强强走进屋子,看到家里来了好几个陌生人,还有一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女人。 来客人了? 李强强看着妻子张平问道。 他满脸疑惑,不知道这些陌生人来自己家里做什么。 这一个多月以来,除了李国斌会让人送钱或者送东西过来,几乎没有其他人来拜访。 当然了,就算有人来拜访,也会被他们拒之门外。 要是之前,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做,毕竟,亲朋好友上门,谁都会热情招待的。 但他们现在实在是没有心思,因为他们的心思都在女儿身上。 他们的女儿病重,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哪里还有心思去考虑这些。 是医生,来给女儿看病的。 张平赶紧道。 他现在都没有搞清楚这些人的身份。 只是听这些陌生人说,是受亲和保健品公司的邀请过来的。 这个亲和保健品公司还真的是有点邪门。 别的公司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将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但他们倒好,现在已经有两拨人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了。 听到是来给女儿治病的医生,李明强的眼神一下子就闪烁着一样的光芒。 他连忙撕开了牛奶箱,取出了牛奶要分给几位客人喝。 没办法,家里实在是没有其他东西招待客人了。 一个脸上有一道伤疤的男人以及一个看起来有些木讷的男人拒绝了。 但那个非常帅气的男人以及漂亮的不像话的女人却坦然接受了。 这一男一女,自然就是李东跟林语柔了。 李东在得到了那份名单之后,这两天一直都在让人调查,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 他今天才带着林语柔他们一起过来至于刘友才跟陈小雪,他们并没有来,因为李东不让他们来。 跟着来又帮不上忙,而且李东又不喜欢他们,跟着也只是碍眼而已。 既然李东已经接下了这件事情,那就会将这件事情处理好。 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一个医生。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患者继续承受病痛的折磨,必须要解救他们,脱离苦海。 这是他作为一个医生的最基本职责。 李东打开牛奶喝了两口。 他看着李明强,问道,你就是李明强先生吧? 是我,你们是亲和保健品公司派来的医生吗? 我女儿现在怎么样,还有没有得救? 我求求你们,给我们说实话吧,跟我们交个底,让我们心里有个数。 李明强一脸着急地道。 现在,女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可是每一次他们问医院的医生时,他们都说病情还算稳定,会努力进行治疗的。 然而,到底怎样一个稳定法,他们却一个字都不愿意透露。 是,也不是。 李东笑着道。 他也不好解释自己的身份。 他并不是刘友才那家公司的员工,更不是聘请来的医生。 他这一次来,不是代表亲和保健品公司来的,他是代表临时集团,代表自己来的。 这件事情必须要处理了,拖延下去,只会让患者病情加重,甚至丢掉性命。 到时候这件事情曝光,刘佳会直接完蛋,临时集团也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李东不想看到刘佳出事了,会因此而影响到刘靖跟林雨柔,所以他来了。 要将这件事情扼杀在摇篮之中。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我只求你们救救我女儿,求求你们了,救救她,她才六岁啊。 李明强说着,已经泪流满面。 一个大男人就要跪在地上给李东磕头了。 李东赶紧拉住她。 李先生,你别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也难过,我这次来,就是救你女儿的。 林雨柔看着这一幕,看到病床上被病情折磨的小女孩,心里感到一阵阵酸楚。 她想要说些什么,但却觉得嗓子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 说不出话来,没有亲身经历过,你永远都不知道真正的痛苦是什么。 原本幸福的家庭,却被一场无望之灾给折磨成这样,谁又能为他们的痛苦买单。 像他们这样的人,天底下又有多少?有多少人老无所依,并无前置? 又有多少人的冤屈得不到申诉,利益被人侵害,却得不到一个说法。 一个出现英雄的民族是很可悲的。 一个整天期待着有英雄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 李东,是英雄吗? 林语柔看着李东的侧脸,心想,李东就是一个英雄。 天底下,若是没有他这样的英雄,将会有更多的人遭受苦难。 张萍看到丈夫跪下了,她也想要下跪见状,林语柔赶紧把她拦住了。 林语柔拉着张萍没有一点水润的手,认真道,放心吧, 李东一定会努力帮你治好女儿的。 李东看了一眼林语柔,这女人就这么替自己给出承诺了,但她也无可奈何。 她坦白地对李明强道,亲和保健品里面,蕴含了一种对人体器官有害的物质, 长期服用,可能会引起人的心肺跟肾脏发生病变。 你女儿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不过,我已经开始提取样本进行研究, 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克制的配方,只要有了解药,就能跟除你女儿的病源。 把她治好。 现在,你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安心在家里休养,一直到过晚年, 我会安排人过来接你女儿去医院进行治疗。 第二个,你们现在就跟我走,去我们安排好的医院,可能过年也要在医院那边过。 现在,已经到了年尾,年关已经开始逼近了。 这些患者的病情,可能在过年之前治不好,所以李东就给出两个选择。 我们现在就跟你走,我女儿病成这样,哪里还有心思过年啊? 李明强一脸感激地道。 那行,你们现在,就收拾一下,半个小时之后,会有车来接你们。 李东点了点头。 来的时候,他已经安排好了东海市区最好的一家医院了。 那边会紧急抽调出一批病房来安置这些患者。 以李东现在的能耐,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东海的大领导就会立刻将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 李明强夫妇感激不已,又一次要下跪道谢。 但被李东死死拉住,只能一个劲地说谢谢。 他们身为老师,也想不到其他华丽的词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心情了。 唯愿,好人有好报。 李东跟李宇柔跟李明强夫妇告辞,来到了小区楼下。 现在天气极为寒冷,寒风呼啸,却不如心底的冷冽那么让人感到疼痛。 大家的心里都沉甸甸的,仿佛压了千斤巨石一样。 照片上的李珊珊,状况已经让人忧心了。 但李东跟李宇柔今天看到李珊珊之后,才发现,那个小女孩的情况,要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毫无疑问,病情恶化得更加厉害,也比想象中的要快。 李东,你一定能治好她的,对吗? 李宇柔看着李东问道。 李东握住李宇柔的小手,轻声道,冷不冷,要不你先回去吧,不用跟着我们。 不用了。 李宇柔摇了摇头,看到那个小女孩,我总能想起自己小时候生病我爸妈着急的样子。 她父母的心情,我能够体会得到。 你现在是母爱泛滥了,要不我们加快一点速度,也生一个。 李东在李宇柔耳边小声地道。 李宇柔瞪了她一眼,没理会她。 看到李宇柔不应她,李东正色道,现在你大旧的公司已经关闭了,正在让人进行产品回收工作,也找到了之前的产品工程师,得到了保健品的产品配方。 配方现在送到了省城最有名的医院,那里将会有专家对这个配方进行调研分析。 我这边也一直在收集患者的病案资料,两边一起着手,时间上应该不会有单个的。 不过具体能不能治疗? 还是要看能不能研制出解药。 他们的情况很复杂,之前是药物中毒,让身体的一些器官发生病变,可是拖延到现在,那种病变已经演变成自然的恶化了。 针灸治疗,起不到任何作用。 恶化到什么程度了? 林宇柔问道。 情况不一样,但是,有些患者的主要器官,已经开始出现衰竭现象了。 李东沉声道。 林宇柔沉默了下来。 他看着李东,开口道,真的希望你能治好他们,不然的话,很多家庭要毁了。 当然,既然让我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挽救他们。 李东重重点头。 接着,李东跟林宇柔他们,一家一家地去拜访。 名单上的患者,一共有19个人,也就是19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李东都给出两个选择。 要么留在家里等过完年,要么就立刻去医院。 毫无疑问,所有的患者家属都选择了第二个,即刻启程去医院。 他们的心情跟李明强一样,都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够尽快好起来,根本没有心思准备过年。 一直到晚上,李东跟林宇柔才风尘仆仆地赶回到刘家。 看到他们回来,一大屋子人都迎了出来。 这件事情,刘家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 现在刘家聚集了很多人,林宇柔的小姨一家,也来了。 连林国栋跟刘静都来了,这件事情林国栋极为重视。 集团公司那边的事情,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优先处理了,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则是让秘书压下来,等他明天回去处理。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林国栋沉声问道。 挺顺利的,所有的患者都已经送到医院了,省城那边的专家组也在寻找配方中的有毒物质。 李东回答道,只要病因找到,就可以配置解药了。 做得好。 林国栋拍了拍李东的肩膀,眼中满是赞赏。 刘友才跟陈小雪知道事情处理得很好,终于也松了口气。 于是,他们就对李东感恩戴德,不断地道谢,就差跪下来了。 毕竟,李东这一次,可是真的救了他们一家子,否则这件事情一旦爆出去,刘友才一家肯定要去坐牢。 并且连带着刘家的企业也要跟着完蛋。 对于刘友才他们的道谢,李东只有一句话。 我不是在帮你们,我是为了救那些患者。 虽然如此,但陈小雪一家依然对李东感激不已。 这一刻,他们才终于意识到,以前的他们,到底有多么愚蠢,多么的蜀目寸光年冠,越来越近了。 李东这段时间,陪伴林宇柔在公司的时间越来越少。 因为,他经常往省城跑。 所谓的,自然是去跟专家组一起寻找配方中的有毒物质,想早点将解药研制出来。 只要将解药弄出来,那些被病痛折磨的患者,才能脱离苦海。 但,一直到了过年,依然还是没能研制出解药。 虽然没能研制出解药,却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因为在李东的带领下,专家组已经初步提取出了有毒物质,如今正在分析阶段了。 而在这个时候,终于,新年到了。 这一天,大年三十。 林氏集团从昨天开始已经放假了,这一天,李东跟林宇柔并没有外出。 林宇柔跟刘静在厨房里包饺子,李东则是跟林国栋一起搞卫生。 除了搞卫生,还要贴对联。 忙活完一切,差不多就到晚饭时间了。 饭桌上,一家人,其乐融虫。 小冬啊,来,多吃点肉,这段时间你天天跑省城,太辛苦了,好好补补。 刘静夹了一块肉给李东,笑着道。 谢谢姨。 李东笑呵呵地道。 妈,我呢? 林宇柔把碗端起来,看向刘静。 你这孩子,想吃菜,不会自己加吗? 真是的。 刘静说着,但还是帮林宇柔加了一块肉。 谢谢妈。 林宇柔这才露出笑容,同时还瞪了李东一眼。 就是这家伙,自从他来了之后,自己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 哼,来,小冬,今天小年,咱也俩喝一杯。 林国栋拿出了一瓶酒,给李东蒸了一杯,也给自己蒸了一杯,朝着李东举起来。 好。 李东端起酒杯,跟林国栋碰了一下。 刘静跟林国栋夫妻俩看着李东跟林宇柔,心情美得不行。 今年,他们家最大的变化,就是多了一个人。 一个亲人。 在李东还没有来之前,他们家的生活,困难到了极点,甚至于这个家都快要散了。 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好起来了,无论是经济还是气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改变这一切的,就是李东。 在他们的心中,已经将李东当作自己的女婿来看待了。 李东的心情,则是有些感动。 以前的她,自从小时候,母亲被害死之后,就成了流浪的小乞丐,被师父救走之后,她每天过的生活,要么就是训练,要么就是杀人。 根本就没能享受过这样的温情。 现在,她终于在林家感受到了这种久违的亲情,这种感觉,让她迷醉。 看着林宇柔一家子高兴的样子,李东在心里暗暗发誓。 以后,你们的这一份笑容,就让我用一生去守候。 天色渐渐暗了。 啪! 夜空中,不知道是谁燃起了烟花。 新年快乐! 大家再一次举起了酒杯。 次日! 大年初一! 前来林家拜访的客人,络绎不绝。 门口的车辆,竟然排成了长龙。 在这个破旧的小区里,这样的风景,简直罕见。 全小区的人都感到羡慕不已要知道以前的林家,门口罗雀,而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林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今的林家,林宇柔跟林国栋两人,一个是林市集团的总经理,一个是董事长,大部分过来的,都是林市集团的客户。 而还有一些身份地位更高的存在。 比如东海的领导层,甚至于,连省城的大领导,以及省城的一些一线豪门家族掌门人,如薛海、穆白这些人,他们同样也来到了林家拜年。 当然了,他们这些人的拜访目标,并不是林宇柔跟林国栋,而是李东。 因为他们都知道,在这个破旧的小区里,李东,才是最牛逼的那一个。 因此,大年初一,是李东跟林宇柔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一大早起来,就开始不断地迎来送网,送禅寒暄。 一直到下午三点多,客人才逐渐减少。 按照习俗,下午太晚的时候,过来给人拜年是礼数不周,所以,这个点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会来的。 我们去医院看看,好吗? 林宇柔对李东道。 虽然忙活了一天,让他的脸上显现出了疲倦的神色,但是他仍然提出去,看望那些大过年,依然还要躺在病房的患者。 好,我们去看看珊珊。 李东笑着点头。 东海人民医院。 这家医院,占据了东海最繁华的街道中的一栋11层现代化大楼。 规模是东海最大的医院。 而且,里面的医疗设备,也非常先进,是一家中西医相结合的现代化医院。 那些患者,现在就被安置在这所医院里。 李东开着车,载着林宇柔来到医院,停好车子,牵着林宇柔的手,朝着门诊大楼走去。 由于今天是大年初一,医院里比往常时候少很多人。 李东他们刚刚走进大门,一个打扮时髦的中年女人就直直地朝着他们这边走来。 幸好李东反应够快,及时将林宇柔搂在怀里,那个女人才没有撞到林宇柔。 不过,她的手臂还是擦在林宇柔的肩膀上。 哎哟,对不起,对不起。 中年女人一脸欠一地道。 她穿着黑色的铅笔裤,上身是一件红褐色的西装小外套,化着淡妆,看起来是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成功女。 人?没关系。 林宇柔看了她一眼,摇头道。 没撞疼你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如果有哪里不舒服的话,我们进医院检查一下。 中年女人上下打量着林宇柔,一脸着急地道。 别的人撞到了人,大多数都会担心施主会借机额钱。 她倒好,竟然主动关心起施主的身体,还要带着施主去看医生。 在这个信仰流失的年代,这样的风气人品,就像是烈日里的一缕清风,让人觉得身心舒坦。 没事的,你去忙吧。 林宇柔笑着摇头,声音也变得柔和了很多。 哎,没事就好。 中年女人叹了口气,我也是记者要来给我父亲转院,这虽然是东海的人民医院,但医生的水平却很一般。 啊! 我父亲就是简单的哮喘,可是在这里住了半个月的院,钱没少花,并却一点都没有好转。 连大过年的,一个人还要在医院这边守着。 今年有一个朋友过来拜年,介绍了一个中医给我,我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就要了地址过去看了看,嘿,还别说,那医生真的神了。 人家的店铺不大,但却门庭若是,我亲眼所见,但凡是被那位医生把过卖的,都能一下子说出你的病情,那小小的屋子里,别人送的锦旗都挂不下了。 这不,我赶紧忙着来转院了,我是真的不想让我爸在这里待下去了。 说着,他疑惑地看了李东跟林语柔一眼。 这大过年的,怎么跑医院来了,你们俩谁的身体不舒服,李东看了林语柔一眼,笑着道,是我的身体不太好,心口疼。 听到这话,中年女人的眼中,闪过一抹喜悦的神色。 身体不舒服是要早点看好才行,不过啊,我还是建议你们不要来医院了,费用又高,又没什么用,治不好病,看在我刚才撞了你们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那位神医。 不过,他愿不愿意接诊还得两说,现在大过年的,他们也要一家团聚不是。 要不是我有朋友介绍,他都不愿意接待我们呢。 是吗?那太好了,谢谢你啊。 李东一脸高兴地道。 林语柔看了李东一眼,沉默着没有说话。 他当然看得出来,李东这是故意这么说的。 他也看得出来,这个中年女人,有极大的可能是拖。 是他口中那位神医的拖。 那我们走吧,我带你们过去,就离这里不远,出门左拐几百米,就到了,没几步路。 中年女人一脸热情地笑着道。 好啊。 李东点了点头,不过你不是说要给你父亲转院吗? 我们可以等一下的。 已经转了。 中年女人连忙道,我就是过来拿一下她落下的东西, 不着急的,还是先带你们过去吧。 太晚的话,神医就要下班了,这病啊,可耽搁不得。 李东笑了笑,没有说话。 接着,在中年女人的带领下,李东跟林语柔走在身后, 很快就来到了一条狭窄的胡同里面。 怎么在胡同里面的,不会是骗人的吧? 李东装作很警惕的样子,问道。 没有啊,我今天在这边看了一整天呢,来找她看病的人可多了。 你想啊,连这种小胡同都有人找过来,要是让她在大陆边开诊所,那得有多少人啊? 中年女人赶紧道。 也是啊。 李东点了点头,既然她的医术那么好,为什么不在大陆边开一家诊所呢? 这? 可能是神医自己忙不过来吧,我也不太清楚,这神医的医术太厉害了,都有些怪毛病的中年女人笑着道。 李东心想,她这话倒是没有说错。 比如说她,就是因为太有能力了,反而不想去医院当医生,也不想自己开诊所。 又走了一分钟左右,中年女人在一家小诊所门口停了下来。 诊所的门口,有一块木制的招牌。 上面,刻着明记堂三个金色的大字。 装修上不得台面,但也不会太差,起码外表看起来很干净。 中年女人转身对李东笑着道,算你们幸运,神医现在还没有下班呢。 那就麻烦你帮忙介绍一下了。 李东一脸感激地道,别客气啊,我也是病人家属,知道生病的痛苦。 中年女人摆手道。 她快走一步,在外面推开了玻璃大门,走进了一个房间。 里面,坐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 这个中年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面向轻瘦,一头乱发,披散在肩膀上,正拿着一本颜色古黄色的书籍在看。 这,神医啊,你现在有空吗?我有个朋友心口疼,很好的朋友,你能抽点时间帮他看看吗?等着。 神医头也不抬。 她的表演很到位,将一代神医的傲气风格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神医,你帮个忙,我这位小兄弟身体真的很不舒服,这大过年的,你行行好。 中年女人一脸奉承地道,没看到我在忙着吗? 神医抬头,不悦地瞪了一眼那个中年女人。 那你今天有没有时间?中年女人问道。 有没有时间,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神医淡淡道。 听到这话,中年女人看向李东,装作有些为难的样子。 神医好像心情不太好啊。 那怎么办?李东急忙问道。 小兄弟,这大过年的,我们也图个吉利,你看,给神医一个红包吧,她收了红包,说不定心情就好了,你也不用一直等着是吧? 那你觉得,给多少合适?李东问道。 中年女人想了一下,咬牙道,三百八,一丝一丝就行了。 这还没有开始看病,就要三百。 这女人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她怕要多了,就把这头肥羊给吓跑了。 三百太少了吧,图个吉利,八百吧。 李东笑着道。 恰好她口袋里面还有一些今天没有送出去的红包。 李东拿出一个红包,又拿出了八百块现金,装进了红包里。 看到李东的举动,中年女人顿时笑得合不拢嘴。 行,你自己看着办就好,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觉得这样吉利,那就这样吧。 那个神医看到李东递过来的饱满红包,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来。 她放下了手中的那本书,不动声色地将桌子上的红包收进抽屉里,对李东做出一个邀请的手势,示意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今年呢,是大年初一,本来我是不打算出来看病的,可是你既然是她介绍过来的,我也不能太绝情,说。 说吧,哪里不舒服。 李东看了一眼那个中年女人,对神医道,可是这位大姐不是说你很厉害吗? 只要把把脉,就能立刻知道什么病,那你也帮我把把脉吧。 神医顿时有些不乐意了。 她说的没错,可是,你不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吗? 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病人的职责是辅助医生的工作,你把不舒服的地方说出来,这样的话,再经过我个人的判断,就能更加全面给你开药了。 我自己说出来,那也不能显现出你的厉害啊,难道她在骗我? 李东笑着道,你什么意思? 神医生气了,拍了拍桌子,你要明白一点,是你来这里求我帮你看病的,不是我主动请你来的,如果你的态度不端正,不能给医生应有的尊重,像你这样的患者,我是拒绝治疗的,你走吧。 李东点了点头,直接站了起来。 不过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看着那个神医,我走可以,把我的红包还给我。 红包?什么红包? 神医一脸茫然的样子。 你刚才放进抽屉里的红包,我刚刚给了八百块钱的。 李东提醒道,那是你送给我的,现在钱已经是我的了,如果没有红包,你就慢慢地等着吧。 神医一脸冷笑道,这种病人,他又不是没有遇到过,压根就不怕。 你这是在耍无赖? 李东的眼睛眯了起来,看来,我应该给卫生局打个电话,让他们来查一下你这个小诊所是不是有正经营M。 那你打呗,我在那边有熟人,他们会理你才怪了。 再说了,这大过年的,谁愿意来管这种事? 神医丝毫不惧,看来他也是一个老油条了。 既然这样,那就再找几个记者朋友来帮忙好了。 李东淡淡道,你已经构成了欺诈行为,如果被媒体曝光,你说会有什么后果? 神医气得脸红脖子粗。 他想再说几句狠话,但是那个中年女人却瞪了他一眼。 于是他不说话了。 哎呀,你看看,这大过年的,何必闹得这么不愉快呢? 这个小兄弟啊,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才来找神医帮忙治病的。 神医你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年轻人嘛,难免会脾气冲动一些。 中年女人笑呵呵地打着圆场,咱们还是先治病,把病治好了再说, 这身上带着病,总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你说是吧? 神医很不满地看了中年女人一眼。 不过他对待李东的态度,倒是变得和善了不少。 坐下吧,把手伸出来。 李东点了点头,也不生气了,他坐回了位置上,伸出手。 神医扣住李东的手腕,闭着眼睛细细地感受着他的脉搏。 一秒,两秒,三秒。 在李东都怀疑这家伙是不是睡着的时候,他忽然睁开了眼睛,脉搏沉色,内火旺盛,汗出不止,午夜住下,又积在中,久不遇,于是就导致了心口疼痛。 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不过,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任其自然发展。 后果不堪设想。 神医说了一堆难懂的专业术语,最后道,不过呢,你也不用担心,我给你开几副药,按照我说的肩幅,一个星期之后再来复检,如果没有问题那就好,如果还没有痊愈,我再给你检查检查。 李东点了点头,那就开一个疗程的吧。 神医抽出钢笔,开始在面前的白纸上,快速书写着药方。 去楼上取药吧。 神医将药方递给李东。 李东接过去,仔细地辨认着。 你看不懂这些的,快去取药吧。 神医不耐凡地道。 他写的这些药方字,有时候自己都看不懂,更何况是眼前这个年轻人,怎么可能认识。 我觉得不对啊。 李东放下药方,淡淡开口。 有什么不对的? 神医问。 哪里都不对。 李东笑着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懂中医吗? 你知道这个药方有什么作用吗? 不懂就不要乱说话。 神医瞪着李东,生气地道。 第一,我的心口并不疼。 我只是随口说出的病情,你就将结果往这个病上推。 还有我的脉搏并不沉,也不色。 相反,跟普通人相比起来,我的脉象更加活跃一些。 第二,你切脉的姿势不对。 切脉的时候要静心静气。 你虽然表面上装得很像,但是你扣着我脉搏的时候,手指时常无故跟脉搏分开。 这样的切脉是错误的,根本诊断不了真正的病情。 第三,你的药方有问题。 李东顿了顿,指着那张药方,刚才你都说了我是内伙旺盛。 那你为什么还要开人参当归这样的猛药? 还有,从你开的这个药方来看,这是一个十全大补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神医愣住了。 他一脸震惊地看着李东,脸上的骄傲跟自得早已消失。 他的喉咙不断地蠕动着,想要说些什么,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李东的这番话,给他造成的心理震撼,是无与伦比的。 因为李东说的都是对的。 那个中年女人听到李东的话,更是惊呆了。 她张大了嘴巴,看着李东,就像是见了鬼一样。 自己这一次拉回来的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啊? 只有林语柔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没有丝毫惊讶。 因为她很清楚李东的本事,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李东要做什么。 作为一个女人,她真的由衷地为李东的优秀感到骄傲。 你? 你是? 神医盯着李东,说话都开始结结巴巴了。 她满脸震惊,那种神医的风范已经消失无踪。 我跟你一样,也是一个中医李东淡淡的。 听到这话,神医顿时大怒,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你自己都是医生,还跑来找我看什么病? 但她很快想到了事情的后果,脸上顿时又带上了讨好的笑容。 她拉开抽屉,将那个红包拿了出来。 哈哈,相识就是缘分,没想到大过年的还能遇到同行,这个红包,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收的,现在请你拿回去吧。 这个红包,你确实没有资格收。 李东接过红包,揣进兜里,冷冷道,而且,你根本就不配当一名医生。 神医脸上的怒涩一闪而过。 但接着,她又恢复了谄媚的样子,你也知道,现在的市场不景气呀,我们这些学中医的,也只能想一些其他方法来养家糊口了。 哈哈,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件事情你就当没看到行吧。 她说着,好像是想起了什么,再一次打开了抽屉。 她抽出了一大把红包,塞给李东,来,小小意思,不成敬意,无论如何你都要收下。 李东看着她手里的红包,心想,看来这大过年的,这家伙的生意还不错啊。 这一大把红包,大概都是被介绍来这里的患者送的。 这个家伙忙活了一整天,现在要将这些红包给自己,估计在心里恶毒地诅咒自己吧。 这个钱我不会收的,而且,这件事情,我确实看到了。 李东摇了摇头。 他怎么可能任由这样的拥医,继续在东海害人,就刚才对方施展出来的医术,一生两个字,他真的不配。 你到底想怎样? 神医不耐烦了,死死盯着李东。 三点。 李东竖起三根手指。 第一,关门停业,把欺骗患者的钱全部退回去。 第二,主动去公安局自首,承认自己的罪行。 第三,永远不要说自己是一个中医,免得败坏了中医的名声。 听李东说完,神医大怒。 你以为你是谁,我把你的钱退给你就行了,我做什么,跟你有半毛钱关系?你凭什么管那么多?中医之所以被人看小,名声不好,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在搞破坏,我绝不容忍。 现在,你可以自己打电话报警,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可以代劳。 李东淡淡道。 你开什么玩笑,我凭什么听你的? 神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对那个女人道,我们走。 但她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李东挡在前面。 让开。 神医喝道。 退回去。 李东淡淡道。 神医点了点头,她很听话地退了回去。 但她是退回去,拿起座机,打了一个电话号码。 很快。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有人正在朝着这边快速赶来。 刚才这个神医让李东拿着药方去楼上抓药,显然在楼上,还有其他人的。 下来的,是两个年轻男人,二十几岁的样子。 一个微胖,一个烧瘦。 那个瘦子跑过来问道,师傅,发生什么事情了? 咋的,是哪个不长眼的过来闹事? 胖子说话的时候,已经开始挽起袖子,准备对李东动手了,就是他,把他给我轰出去。 神医指着李东,大声喝道。 你找死。 那个胖子跟瘦子朝着李东包围过来,胖子先出手, 一拳朝着李东的胸口打了过来。 李东面无表情。 他轻轻挪动一下脚步,就躲开了胖子的这一拳。 接着,他反手一击,一拳打在了胖子的鼻子上。 咔嚓。 虽然只是李东随手打出去第一拳,也没有运转契机,但胖子的鼻梁依旧承受不住,随着一道脆响,他的鼻梁被打断了。 瘦子没想到,李东一出手就伤人,还没有从眼前的变故中反应过来,他的眼睛就已经挨了一拳。 顿时,瘦子捂着眼睛蹲在地上痛呼出声。 这样的两个对手,压根就不用李东耗费功夫。 比蝼蚁还蝼蚁。 打电话,报警。 李东看向那个神医,淡淡道。 兄弟,咱们有话好好说啊,你开个条件,我。 报警。 李东的声音冰冷了起来。 他的耐心是有限的。 神医面如死灰,他狠狠地瞪了一眼那个女人,伸手拿起了桌子上的座机。 没多久,警察就来,将他们带走了。 你说我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李东看着被警车带走的神医师徒,跟那个女人,笑着问林语柔。 你要是不管,其他人也不管,那么上当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患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骗子却在发大财,这对其他人来说,太不公平了。 林语柔挽着李东的手臂,摇头道,这种人,就应该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人民需要英雄的时候,你恰好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林语柔直视着李东的眼睛,认真道,我不奢望你能拯救宇宙,维护世界和平。 但,我希望我的男人,可以在遇到力所能及的事情时,能像个男人一样站出来。 我喜欢这样的你,也一直为你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 李东哈哈一笑。 然后她在林语柔的耳边小声道,可是,我还不是你男人呢,要不我们? 林语柔一愣,接着翘脸一下,变成了红苹果。 我才不要听你说这些胡话呢。 林语柔赶紧松开了李东的手臂,不敢看李东的眼睛,快步往前跑去。 快走啦,我们去看珊珊了。 看着林语柔落荒而逃的样子,李东心中暗暗好笑。 这丫头太容易害羞了。 调笑两句,就脸红得不得了。 等将来结了婚,洞房花烛的那一夜,这丫头也不知道会害羞成啥样呢。 想到结婚,李东的心中就充满了期待。 真的很希望那一天快点到来呢。 很快,两人又回到了医院。 来到安置那些患者的病房区,李东满脸笑意地走进一间病房,笑着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来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早日康复。 林语柔从包包里面取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红包,挨个派发。 可是,预想中的喜悦情景并没有出现。 反而是大家满脸愁云,一脸焦急地看着李东。 怎么了,发生啥事儿了,李东感觉到气氛诡异,问道。 李医生,你实话告诉我们,我们这病,是不是没得救啊? 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问道。 就是啊,你给我们说老实话吧,我们都一大把年纪了,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要是不能救,也给我们交个底啊,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另外一个老太太也赶紧搭枪。 是不是治不好了,如果是的话,不要瞒着我们了,我们不会怪你的。 一个中年女人红着眼眶,大家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医生。 可是,我想带着儿子回去看看爷爷奶奶,他们每次打电话来,我们都以工作拒绝带孩子回去,他们都急坏了。 我不想让孩子,连爷爷奶奶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在他身边,躺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 大家的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纷纷询问,他们的脸上,有担忧,有恐惧,还有无可奈何的挫败感。 显然,肯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让他们对治疗失去了信心。 一直到他们都问完了,李东才笑着摇头,从找到你们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对那些保健品以及你们的血液进行分析检查了。 就在昨天,我们专家组已经找到了有毒物质,现在开始对病毒进行细菌培养了,也就是说,你们的病有救了。 李医生,你就不用说这些好话来安慰我们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李东苦笑道。 可是,我们听说有个小女孩要死了,是真的吗? 听到这话,李东的脸色顿时变了。 林语柔的脸色,同样也变了。 什么? 如果真的有人死了,这里所有的患者,都会失去信心。 那些不甘心的患者家属,绝对会将这件事情曝光出去。 到时候,一切都晚就不回来了。 刘佳,要被千夫所指,林氏集团,也要遭遇到可怕的名誉打击。 是谁,谁要死了? 李东赶紧问道。 是一个小女孩,好像叫李珊珊。 有人回答。 李珊珊。 林语柔的脸色更加苍白了。 她对那个小女孩,有着特殊的感情。 毕竟,一开始她跟着李东去接触那些患者的时候,第一个接触的,就是李珊珊。 当时的李珊珊给林语柔造成极大的心理影响,让她心疼了好几天呢。 李东的脸色也变得无比阴沉。 大家先好好休息,没事的,我刚才说的,都是大实话,你们一定会没事的。 说完,她拉着林语柔的手朝着院长办公室走去。 走廊上,李东遇到了这家医院的副院长。 看到李东,副院长朝着她点了点头,你们来得正好,快跟我去看看那个李珊珊。 她忽然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现在只能依靠氧气瓶辅助呼吸了。 李东跟着副院长来到重症监护病房的时候,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医生。 中西医都有,都是老资格的精英。 这些人的医术,都是顶尖的,他们都签署了保密合同,才能够参与这一次的患者诊治工作。 之所以签署保密协议,自然是担心他们泄露这件事情出去。 当然了,等到任务完成了,他们所有人都能得到一笔很可观的奖金。 此时,李明强跟张平夫妇俩人急得团团转。 他们趴在透明的玻璃墙上,看着躺在病房里的女儿,无声地抹着眼泪。 他们跟李东比较熟悉,也知道他比较好说话。 看到李东走过来,夫妻俩人直接朝着李东跪了下来,然后一个劲地磕头。 李医生,求求你,求求你舅舅姗吧,舅舅他呀。 李明强红着眼睛。 秦医生,求你了,舅舅我的女儿,我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会暴打你的,求求你呀。 张平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看起来让人非常揪心。 李东想把他们从地上拉起来。 可是,这两人死死跪在地上,好像是他们一起来,李东就不救他们的女儿了。 有时候,李东还真是有些厌烦这种感谢方式的。 他是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职责,你要是感谢,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啊。 比如,请他吃顿饭就好了,跪在地上这种方式,他是真的不喜欢。 不过,李东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能够用来回报自己受到的恩惠,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感谢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的脑袋磕在地板上。 林宇柔过来帮忙,才将两口子从地上拉起来。 李东当然自己也可以拉起来的,但是他的力量太大了,怕一个不小心伤到他们。 无论你们是跪在,还是站着,我都会竭力治好你们的女儿,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我也少耽搁一些说废话的时间。 李东看着他们,一脸严肃地道。 听到李东的话,李明强赶紧点头,闪到一边,生怕耽搁了李东救人的宝贵时间。 李东拍了拍李明强的肩膀,示意他不要着急,然后走到专家组那边,问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人,赵院长,现在什么情况,有没有应对的方法。 老人看向李东,主动跟他解释,大概是下午两点钟左右出现的情况。 我们接到了护士的报告,说这名叫李珊珊的女孩,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状况。 我们得到消息之后,立刻过来,为他安排了氧气辅助呼吸。 病人的病情是突发性的,前期没有任何的征兆,跟他同一个病房的其他患者,身体没有任何不适。 所以我们初步怀疑是器官性病变,只是现在的病毒培养还没有成功,解药没有研制出来,我们不敢轻易对他动手术。 如果是其他人这么询问,老院长根本就不会理会。 但问话的人是李东,他就要认真回答了。 因为当初这些患者送进来的时候,东海的大领导曾说过,以后李东在这里说的话,任何人都要听从。 包括他这个院长。 能够让大领导说出这样的话,证明这个叫李东的年轻人来头绝对超乎想象。 虽然他不能忤逆大领导的话,但一开始的时候,他对李东还是很有意见的。 但很快,他就知道了李东也是医生。 并且,李东当着专家组的面展现出了极为高明的医术,就彻底把他们折服了。 因为李东展现出来的医术甚至要比他们这些老专家都厉害。 听了赵院长的话,李东点了点头。 他知道,所有的患者当中,李珊珊的病情是最严重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林宇柔才对他格外联系。 其他患者都没有问题,只有他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被这些医生解读为器官衰竭,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没有中医过去帮他窃脉? 李东问道。 我刚进去过。 一个老中医说道。 长肩幅,协胜于外,脉象短疾,体格不稳。 你有什么结论? 我想,可能是入毒太深,病毒破坏了他的一些心肺功能,现在已经没办法正常使用了。 老中医稍微迟疑道。 李东想了想,问道。 他们的午餐是谁安排的? 所有患者的食物清单是由我们统一制定的,以清淡营养为主。 护士长也在其中,听到这话开口道。 小芬,你给李医生拿一份清单过来。 好的。 守在旁边的一个女护士打开怀里的文件夹,抽了一份表格朝着李东递了过去。 李东看了一眼清单上面安排的早餐、中餐以及晚餐。 除此之外,还有饮用水的选择。 单单从清单上来看,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我进去看看。 李东沉声道。 护士长,麻烦你带李医生去换衣服。 赵院长道。 好的,请跟我来。 护士长对李东道。 他也知道这个年轻人的医术有多么强大,连医院的这群老专家都要甘拜下风的。 最重要的是,连大领导都说要听这个年轻人的话,可想而知他的来头大到不可想象。 面对这样的优秀男人,他当然要热情一点。 很快。 李东患上了无菌消毒,浮进了病房里面。 他看着躺在床上,脸色紫红的李珊珊,心情有些沉重。 原本因为病情的折磨,他的脸色就一直都是苍白的。 头上稀疏的那一缕头发也掉光了,现在成了一个彻底的小光头。 李东伸手扣住了李珊珊的手腕,细细感受着他的脉搏。 他的脉搏,急、浮、无力。 脉相非常脆弱,如果不是仔细感受,甚至都很难发现他的脉搏。 那火旺盛啊! 李东微微皱起了眉头,心里想着,如果这样持续下去的话,会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给烧坏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病情恶化到这种程度呢? 突然,李东发现李珊珊的嘴角,有一小块黑色的粉末。 这东西太少了,一眼看过去,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颗小质。 但李东却记得,以前的李珊珊,嘴角是没有小质的。 他伸手摸了过去,那一点粉末就沾到了他的手上。 李东放在眼前端向了一下,又放在鼻子前闻了一下,那细碎的黑色粉末传来一阵香味。 李东像是想起了什么,忽然快步朝着门口走去。 看到他出来,门口的人全部都围拢了过来。 怎么样? 赵院长赶紧问道。 他知道李东的医术很厉害,连省城的专家组都打电话跟他提起过李东,对这个年轻人推崇至极。 所以,他对李东还是很有信心的。 除了清单上面的食物,谁还给李珊珊吃过其他东西? 李东问道。 李明强跟张萍对视了一眼,脸上都是悔恨交加的模样。 张萍着急地问道,李医生,这个对孩子有影响吗? 当然有,你们女儿病情恶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李东也发现了他们的脸色异样,赶紧问道,你们是不是给他吃其他东西了? 李明强一脸尴尬地点头,是啊,今天吃过午饭之后,孩子闹着说要是肯德基,原本我们是不想答应的,可是孩子一直在闹,我们就想,今天是大年初一,孩子病了一个多月了,好久没吃这种东西了,我就去给他买了一点。 张萍一脸悔恨,是我们害了珊珊啊。 李东叹了口气,他的消化能力太差了,肯德基的东西本来就是油炸上火的,在他还没有痊愈之前,再也不能给他吃这种东西了。 他说着,转身对那个护士长道,护士长,麻烦你去其他病房通知一声,就说,除了我们医院提供的食物,不能吃外面的任何东西,否则出了事故,后果自负。 另外,也把李珊珊病情加重的原因跟他们说一下,好,我这就去。 护士长答应着,直接就快步离开了,都没有请示一下院长要不要这么做。 因为护士长很清楚,李东这么做是对的,可以有效防止这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李东,你有办法吗?赵院长问道。 有,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给他降火。 李东沉声道。 好,需要我们帮忙吗?赵院长问道。 给我一盒银针就行了。 李东点了点头,再找一个护士跟我一起进去帮忙。 很快,李东再次进了病房。 他用手指按压的方法按摩李珊珊的手腕关节处。 几分钟之后,效果出来了。 原本闭着眼睛的李珊珊,忽然间有了一股强烈的呕吐欲望。 他的喉咙在剧烈如动着,眼皮也在动来动去的,好像要睁开,眼睛一样健壮。 李东对护士道,来,你把他扶起来。 护士会议,将李珊珊的身体扶起来,让他坐在床边。 李东的指压动作没停,另外一只手将床底下的垃圾桶拿了出来,放在一边准备着。 又是几分钟过去。 在李东的手指刺激下,李珊珊的胃部保障感越来越强烈了,最后终于难以控制。 哇! 他单薄的身体猛地往前扑去,大口大口地呕吐了起来。 李东赶紧将拉垃圾桶放在他的嘴巴下面,将呕吐物给接住了。 等他吐完之后,李东才停止了手指按压的动作,将垃圾桶放下。 好了,让他躺下来吧,帮他擦干净嘴巴。 美女护士此时已经对李东崇拜到了极点。 看着他的眼神,充满了小星星。 对于李东的命令,他没有任何犹豫就执行了。 李东则是取出了准备好的银针,选了一根长的,开始用酒精消毒。 只要用太乙神针来帮助李珊珊将体温降低,他这条小命就算是暂时保住了。 十几分钟之后,李东从病房里出来了。 看到他出来,专家组的所有人,包括赵院长在内,他们看着李东的眼神,充满了发自内心的钦佩与尊敬。 李东的医术,真的折服了他们所有人。 李东,怎么样了?赵院长迎上来问道。 林宇柔也走上来,从口袋里拿出了手帕,细心地为李东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 李医生,姗姗怎么样了?有没有事? 李明强夫妇走过来,一脸担忧地问。 李东摇了摇头。 没事了,把中午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可能现在身体有些虚弱,你们先不要去打扰他。 我让护士给他输一点营养液。 好的好的,我们都听你的,再也不敢随便给他吃东西了。 李明强连连点头。 那我们先走了。 林宇柔道。 他看着李东似乎有点疲倦,有些心疼。 等李东离开,那些专家们纷纷出言称赞。 李医生太厉害了,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医术,假以时日,必然是国之胜手。 对啊,咱们这么多人围着姗姗研究了半天,怎么他进去一趟,就看出来是食物的问题,我们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真正的高手啊,特别是他的针灸技术,你们刚才看到他用针的气度没,快准狠,妥妥的大家风范啊。 可惜,他这么好的医术,却并没有在医院上班。 李东跟林宇柔走到楼梯口,按下电梯准备下楼的时候,看到有两个年轻人站在病房门口,鬼鬼祟祟地往病房里偷窥。 一个人想要推门进去,被另外一个人拉住。两个人小声地在讨论着什么? 由于距离太远,李东也听不清楚。当他看到站在前面的那个人拿着相机往里面拍摄的时候,他的脸色微微一沉。 你们在干什么?两人顿时大惊,没想到自己的动作被人看到了,他们对视一眼,故作镇定。 我们来看望朋友,怎么了?谁是你们朋友? 李东问道,难道是因为对治疗失去信心,有人将这边的情况反映给媒体了?你是谁啊? 一个戴着黑矿眼镜的年轻人看着李东问道,我是医生。 李东淡淡道,他打量着这两人,这两个家伙很警惕,也很专业,不像是普通百姓。 记者的可能性很大。 医生?黑眼镜年轻人打量了一下李东,冷笑道,看你的样子也不像啊。 再说了,就算你是医生,那又怎样?难道医院有规定,不许别人来看望朋友吗? 另外一个年轻人,担心同伴跟别人发生冲突,引起别人的注意,赶紧拉了拉他手臂,示意他少说几句。 我们走吧,跟他说那么多干嘛。 黑眼镜看了李东一眼,两人转身准备离开。 等等。 李东开口。 你想干嘛? 两人猛地后退一步,一脸警惕地看着李东。 离开可以,把你们拍的照片删了。 李东淡淡道。 照片?什么照片? 两人假装不知情。 他们已经将相机藏在了口袋里,但这些小动作,已经被李东看到了。 把你们刚刚拍的照片删了。 李东冷冷道。 他没时间跟这些人在这里扯淡。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走。 黑眼镜冷笑道。 他拉着那个同伴,就要离开。 李东身形一动,直接挡在了他们面前。 把相机交出来。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你凭什么让我们交出相机?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们是新闻记者,得到消息,说这边收留了一群重病患者。 我们有权利对事情的真相进行深度挖掘。 你没有权利让我们删除照片。 黑眼镜怒视着李东。 李东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果不其然,这两个家伙,真的是记者。 可是,这里怎么会有记者? 难道事情已经暴露了? 又是谁透露给记者的? 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记者来这里调查?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点时间, 到时候肯定会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你们的。 林语柔这时候开口了,看着那两个记者道。 她很清楚,如果这件事情被媒体错误报道的话,产生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她的想法很简单,先跟这些记者沟通,请他们明确事实的真相,按照事实来报道。 两人看了一眼林语柔,眼中都纷纷有着惊艳的光芒一闪而过。 显然没想到,在医院这里能遇到一个这么美的女人。 两人看着林语柔,总觉得这张脸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但一时间,却又想不起来。 那个黑眼镜冷笑道,真相,你说的就是真相,我凭什么相信你? 没错,什么是真相,用不着你说,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的。 怎么,难不成你们还不让我们走了? 他们是记者,根本就不怕有人对他们使用暴力手段因为他们手中的笔,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可怕的武器。 不是不让你们走,我们只是想跟你们好好聊聊。 林语柔笑着道,你们有什么疑惑尽量发问, 我们一定能够给你们提供最可靠的答案。 对不起,我们没有时间。 对于林语柔的邀请,两人毫不犹豫拒绝了。 那个黑眼镜冷冷看着林语柔跟李东。 如果你们不敢扣押我们,就赶紧让开,别挡着我们的道。 她的脾气还挺冲。 我想请你们在将事情的真相了解清楚之后再进行报道, 比能杀人,舆论的影响力你们很清楚。 林语柔皱起了眉头。 听到林语柔这么称赞他们这个行业, 两个记者的脸上满是骄傲。 特别是林语柔这么漂亮, 让他们的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他们对视一眼,看着林语柔问道, 你是谁? 我是林语柔,也算是这一次事件的负责人之一吧, 你们有什么问题,仅可以向我提问。 林语柔沉声道, 林语柔?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熟悉啊。 两个记者心中泛起了这个念头, 但他们没有细想。 我们知道了,你留给电话给我们吧, 我们有时间会找你的。 黑眼镜对林语柔道。 林语柔当然也不同意他们离开。 要知道, 有很多无良的媒体新闻, 为了销量, 一味地追求眼球经济, 什么样的东西都能写出来的。 甚至于故意去歪曲事实, 断章取义, 给大众报道错误的事实。 至于真相, 对于那些无良的记者来说, 根本不在乎。 他们只要流量就行了, 至于当事者是什么想法, 会受到什么伤害, 跟他们压根没关系。 林语柔知道, 如果让他们离开, 估计明天这件事情就要上头条。 这样吧, 你们开个条件, 怎样才肯将照片删掉? 林语柔问道。 虽然她也不赞成收买媒体的方法, 可是, 她更不希望刘家跟林氏集团 因此被媒体泼脏水。 特别是林氏集团, 若是因此而受到名誉影响, 这是林语柔绝对不希望看到的。 林氏集团不是她的林氏, 也不是李东的, 现在是所有员工的林氏。 无数的员工每天都在努力工作, 无数人的辛苦努力, 才让林氏集团发展到现在, 岂能毁于萧小之手, 黑眼镜一愣, 你能开什么价? 她想了想, 又摇头, 算了, 跟你也谈不成什么事的, 我们想谈的话, 也不会跟你们谈。 让开, 我们要离开, 不然的话, 不要怪我笔下无情, 把这些事情通通都曝光出去, 那个时候, 你后悔可就晚了。 林语柔脸色微微一变。 李东的眉头也皱起, 她也支持稀释宁人的, 所以才让林语柔好言相劝。 只要大家保持理智, 将事情解决掉, 那就皆大欢喜了。 但没想到, 对方这么不识趣。 难道他们真的以为, 一笔杀人是, 不用负责任的? 你这是在威胁? 李东问道, 如果你认为是, 那就是。 黑眼镜冷笑道, 难不成你们还敢硬把我们留下来, 你说对了。 李东点了点头, 闪电般窜出。 他一把扣住了黑眼镜的脖子, 然后从他的口袋里, 摸出了一个很小的相机, 朝着墙壁上砸了过去。 砰! 相机直接粉碎掉了。 李东转身, 对匆忙赶来的医院安保人员道, 带他们两个去院长办公室, 我来告诉他们, 什么叫做真相? 你是谁啊? 保安一脸迷惑地问道, 赵院长他们认识李东, 可他们这些保安并不认识。 现在, 这个家伙竟然命令他们, 让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 不得无理, 他是李医生。 赵院长急忙走了过来, 立声道, 院长! 看到赵院长来了, 那两个保安不敢有丝毫质疑。 直接一人抓着一个, 将那两个记者扣押了起来。 远处的一条安全通道里, 一道身影静静地站在暗处。 他站在那里, 始终都没有探出头来, 连李东都没有发现。 一直等到走廊里的声音彻底消失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探出脑袋看了一眼。 接着匆匆离去, 来无影, 去无踪, 不留任何痕迹。 院长办公室, 我想知道,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患者的? 又是谁给你们爆料的? 李东看着那两个记者, 问道, 对不起, 无可奉告。 黑眼镜含着脸道。 不过这话一出, 他又担心, 这话会激怒李东, 生怕他出手打人, 又解释了一句, 其实我们也不清楚, 只是接到了一个匿名的爆料电话, 对方是什么人, 我们也不知道。 李东点了点头, 他知道, 这两个记者是不可能会告诉他爆料人是谁的。 甚至, 他也不希望这两个记者将幕后的那个爆料人给卖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后谁还敢向媒体爆料? 这是媒体人对爆料人应该有的态度跟责任, 也是对爆料人的保护。 这是原则, 李东也不想破坏。 好, 这个问题你可以不用回答。 李东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爆料的人是怎么跟你们说这些患者的来历的, 但是, 我可以向你们介绍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且, 我手头上, 有大量的证据说明, 我说的都是事实。 两个记者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他。 从他们的脸色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对李东很有意见。 我尊重你们挖掘真相的权利, 也乐意配合你们的工作, 我并不是有意冒犯。 我只是希望, 你们能够在报道事情的时候, 能够慎重一些, 大家需要的是真正的事实真相, 而不是添油加醋, 胡乱扭曲事实。 当然, 我们是站在受害者那一边的, 我们的职责就是报道真相, 不然我们还做什么记者? 黑眼镜冷冷到林宇柔这时候说话了。 我们的立场跟你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站在患者那一边。 但是, 这里面有很多事情, 不是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 我觉得, 你们应该了解了事情的真正情况, 再做报道。 什么是真正的情况, 我们自然会去调查。 黑眼镜丝毫不给面子, 这位先生刚刚打坏了我们的相机, 行为相当粗暴, 我们不想听你们的话, 现在, 立刻让我们离开。 林宇柔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个记者的脾气, 很火爆啊。 要离开可以的, 但你们, 必须要听我说完这件事情的经过。 黑眼镜跟另外一个记者对视一眼。 你说? 林宇柔点了点头, 开始讲起了这一出保健品中毒事件的原因。 讲了自己的后续处理方法, 讲了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还讲了以后会如何对这些患者的补偿条件, 如何为他们提供后续的生活保障问题。 但, 他发现, 自己讲完了之后, 那两个记者还是一脸冷漠。 林宇柔心中微微一沉。 故事很感人, 还有吗? 黑眼镜记者冷笑道。 很显然, 他不相信林宇柔的这番话。 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去采访患者的。 林宇柔皱眉。 他们怕是早就被你们给收买了吧。 黑眼镜哈哈笑道。 我刚才说的, 就是事实。 林宇柔有些异性阑珊了。 有些人, 用语言真的是说不通的。 现在, 你们可以走了。 但是, 我希望你们将这件事情弄清楚了, 再发稿子。 林宇柔看着他们道, 你的相机是我男朋友弄坏的, 你们开个价吧, 我一定赔偿, 十万够吗? 黑眼镜原本是想说一些拒绝的话。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也可以把这个当作攻击点来抹黑对方。 包括这家人民医院。 可是, 林宇柔一下子开出了一个让他们没有办法拒绝的价钱。 用不着那么多钱。 黑眼镜摇头。 就十万吧。 林宇柔沉声道。 她立刻拿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电话是打给林氏集团的一个财务主管的。 虽然林氏集团已经放假了, 但是那位财务主管林宇柔让她随时候着。 因为那些患者的缘故, 在医院所产生的开销, 目前还是以林氏集团的名义走账的。 由于是春节期间, 那位财务主管的工资自然是三倍的。 对此, 那位财务主管非常乐意。 反正有需要才过来一趟, 其他时间她还是自己安排的。 很快, 那位财务主管过来了。 提着十万现金。 先生, 为了方便我们走账, 请在这边签名。 财务主管还拿了纸笔, 对那个黑眼镜道。 黑眼镜年轻人犹豫了一下, 想起这是对方配方给自己相机的费用, 就在上面签下了名字。 然后, 他们离开了。 等到两个记者离开, 李东笑着道, 怎么给他们那么多钱? 那个相机也值不了十万啊, 是值不了那么多。 林宇柔笑着摇头, 那个相机或许一万块都不值, 但是, 如果我开价太低了, 他们一定会拒绝。 如果是十万的话, 他们想说拒绝的话, 就很难再说出口了。 我只是开出了一个让他们难以拒绝的价钱。 你要收买他们, 李东问。 谈不上, 我只是把他们绑在我们这条小船上, 到时候, 如果他们还是恶意扭曲事实报道, 那么, 他收下的十万块, 就是受贿的罪证了。 要是他们说这是赔偿相机的钱怎么办, 别人会相信吗? 一个相机十万块。 李东看着林宇柔的眼神, 满是赞赏。 他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想到这些, 真的是很厉害了。 这足以证明林宇柔当上了总经理之后, 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可惜, 他们并不相信你的解释。 是啊, 他们认定了我们是罪魁祸首, 所以, 我们只能从其他渠道来防范了。 林宇柔点头。 说着, 他看向李东。 其他渠道, 自然是要李东来出面了。 李东点了点头, 拿出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李先生, 您怎么主动给我打电话了? 有事儿, 对面传来了东海大领导的声音。 有事。 李东道, 今天有两个记者过来医院这边偷拍, 他们可能将这件事情捅出去。 这件事情, 大领导自然是知道的, 听到李东的话, 他也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的脾气向来都是很好的, 但听到这话之后, 也忍不住开口骂人了。 是哪个混账东西这么缺德? 您现在在哪儿? 我立刻过去。 大领导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楚的, 一开始他还说, 要负责这件事情, 只不过李东不让。 毕竟, 他是大领导, 要负责东海那么多的事情, 这种小事, 让他来负责, 大才小用了。 算了, 大过年的, 你不用过来了, 在家多陪陪老婆孩子吧。 李东摇头, 你只需要帮我给有关方面打声招呼就行了, 那些患者的解药, 应该很快就要研制出来了, 到时候就没事了。 李先生您这话说的, 跟我还客气啥? 大领导笑着道, 放心吧, 只要有我还在这个位置上一天, 这件事情就不会出现在媒体上。 李东知道他这话不是吹的。 毕竟, 东海的大领导, 只要一句话, 整个东海的媒体就不敢造次。 除非不想混了, 本来这件事情会暂时压制住。 但, 事情却没有预想中的那么顺利。 确实, 有大领导的发话, 东海的那些媒体, 的确是没有人敢造次。 但, 在网络的论坛上面, 有关于保健品中毒的新闻, 却出现了。 最先出现的, 是东海一个县城的论坛上。 那个帖子上, 介绍了刘家的背景, 介绍了林氏集团跟刘家之间的关系, 还介绍了这起中毒事件的经过。 在文章中, 大肆抨击亲和保健品公司是黑心商家, 并且还着重说明了亲和保健品公司的法人代表 与林氏集团总经理林宇柔之间的关系。 最后, 在帖子的结尾处补充了一句话。 请大家帮我将这个帖子顶起来, 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亲和保健品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让更多人知道林氏集团在背后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截止明天, 有一万人顶帖, 一万人转载, 我就公布受害者的照片。 嗯。 于是, 一时间这个帖子纷纷被其他论坛转载, 很快就在网络上引爆了。 一时间, 骂声连天, 无数的观众前来骂骂攻击。 更有人带起了节奏, 也开始对林氏集团进行攻击。 一时间, 刘家跟林氏集团, 一下子就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我们都不寻,